她是我见过最幸运的穿越女主安施亚 一睁眼就嫁给了小说里最爱的男人当老婆 安施亚的天将老公 是帝国里受到诅咒的皇太子殿下 皇太子布雷克在很小的时候就与安施亚成婚 然而大婚当天 安施亚看到布雷克被诅咒的丑陋面容时 她吓坏了 带着屈辱与愤怒跳河自杀 如果按照小说原著的话 安施亚已经溺死 但随着女主的附身 安施亚并没有死 她被布雷克救了上来 服用了几天苦了巴基的药物 以及和宫里各种人交谈后 女主明白她穿越了 穿越到生前看过的一本小说里 其实这本小说的女主角并不是安施亚 而是戴亚娜 安施亚是戴亚娜同父一母的姐姐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布雷克是女主最喜欢的角色 小说中布雷克的悲惨命运让女主十分失落 现在改变布雷克黑暗人生的机会来了 女主绝不能袖手旁观 安施亚躺在床上履青思路 她已经醒了整整五天了 布雷克从没出现 一定是受到了打击 新娘看到自己的脸后 因为害怕试图自杀 不伤心才怪呢 安施亚走下床 让女仆带她去见皇太子殿下 女仆以为安施亚要向皇太子告别 让她晚些再去 安施亚笑容满面 不用担心 带我去吧 舒适打扮好的安施亚跟在女仆身后 女仆将她带到皇太子殿下的请殿门口 安施亚推开大门 小声说道 皇太子殿下 是我 听到女孩的声音 小布雷克把身体缩成一团藏在被子里 仿佛害怕自己丑陋的脸再次吓到安施亚 别 别过来 安施亚顿时停住脚步 看着皇太子瑟瑟发抖的可怜模样 安施亚叹了一口气 然后大步上前 一把扯下布雷克身上的床单 哗啦一声 随着床单被掀开 布雷克第一次看清安施亚的脸 那是一个有着金色秀发 绿宝石般的眼睛 稚嫩的小脸也掩饰不住美貌的可爱少女 布雷克下意识惊呼 不可以 发现安施亚直勾勾盯着自己 布雷克小脸一红 随即把脸蒙进枕头里 这 这是在干什么 怎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扯掉 安施亚感到无语 扯掉什么 说不清楚别人是会误会的 原来小说里阴暗颓废的布雷克 现实中却是个楚楚可怜的小白兔 不管怎样 首先要消除误会 安施亚摸了摸布雷克脸上的面罩 接着哗啦一声将面罩摘下 布雷克吓坏了 他的脸因诅咒布满黑色斑纹 下意识用手去折倒 安施亚十分严肃的对布雷克说道 黄太子殿下 你很好看 小白兔布雷克睁着楚楚可怜的大眼睛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下一秒安施亚双手捧起布雷克的脸 我从没见过像黄太子殿下这般好看的人 看着安施亚认真的笑脸 布雷克的心里小鹿乱撞 穿越进小说里的女主安施亚 一睁眼就嫁给了自己最喜欢的角色 安施亚仔细打亮着黄太子的脸 虽然诅咒的黑色斑纹 遮住了她的左脸 但她那双明亮的眼睛 高耸的鼻梁 饱满的嘴唇 还有流畅的下颌线 无一不彰显着这张脸旁的精致 原著小说里写道 等布雷克遇到戴安娜之后 诅咒就会解除 那时她会拥有全大陆最好看的容颜 布雷克盯着安施亚 单纯无辜的眼神 活像一只小白兔 她还在为安施亚跳河自尽的事难过 察觉到这一点 安施亚连忙解释 殿下 我当时不是想自尽 只是踩空了 一不小心掉进湖里 安施亚说谎了 小说里的安施亚 确实是因为布雷克的丑陋容颜自尽的 但如今的安施亚 决定把她说成一个意外 因为现在的她很喜欢布雷克 布雷克不敢相信 小声的问道 真的吗 安施亚表示是真的 她今天是特地来感谢皇太子殿下的 听了这话 布雷克多日的委屈涌上心头 眼泪止不住的流 她一边抽气 一边向安施亚说道 我还以为 你是因为我才想自尽的 我还怕 你会埋怨我救了你 毕竟我长得这么难看 看着布雷克若小可怜的样子 安施亚的内心五味杂陈 原来在我昏迷的这五天里 布雷克已经思考了这么多 现实中 安施亚将布雷克一把搂进怀里 皇太子殿下 我喜欢你 你不要再胡思万想了 布雷克紧紧抱着安施亚的肩膀回答 我也喜欢你 安施亚明白 布雷克是在说谎 小说中布雷克喜欢的 是自己的妹妹 戴安娜 这件事被皇帝陛下知道后 便向安施亚的家族提了亲 然而贝拉山伯绝不同意这门情事 所以把安施亚嫁了过去 知晓一切的安施亚并不在意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善意的谎言 这个女孩传入进小说里 嫁给了最爱的角色当老婆 第一件事就是邀请丈夫 与自己一同睡觉 那我们今天一起睡吧 布雷克满脸震惊 抱着膝盖经悄悄往后退 连说话都变得磕巴了 安施亚心中默默吐槽 那个 这位男二 你至于这么纯情吗 原来安施亚所在的家族拥有光能量 这种能量可以消除布雷克身上的诅咒 要想让能量生效 必须制造身体接触 并且随着身体接触愈发亲密 治疗的效果就愈发显著 安施亚权衡再三 提出与布雷克牵手睡觉 布雷克欲哭无泪仿佛受了欺负 安施亚连忙解释 皇太子殿下 你千万别误会 我们已经结婚了 同床共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布雷克将枕头抱在胸前 他害羞地把脸埋了进去 安施亚靓女无语 小说里那个充满野性魅力的布雷克去哪了 眼前这只明明就是个小白兔嘛 难道十年后 这只小兔子会变成颓废野兽男 现实中安施亚双拳紧握 一把扯掉布雷克胸前的枕头 然后抓住布雷克之嫩的小手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睡在一起 布雷克的脸欲发红了 瞧着布雷克不情愿的样子 安施亚问他 怎么了 你不愿意 布雷克连忙表示 不是的 我是怕你介意 毕竟我这么丑 安施亚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他当然不介意了 因为他最喜欢皇太子殿下 听了这话布雷克脑袋冒烟停止思考 安施亚紧握布雷克的小手 他关切地询问 怎么样 身体有没有比刚才好瘦一点 安施亚想努力把体内的光能量传递过去 布雷克却一脸尴尬 他什么也没有感受到 小说里戴安娜只要和布雷克牵手 就可以消除诅咒带来的痛苦 不会因为安施亚是女儿 能量不如戴安娜就没有治愈效果吧 眼看布雷克没有反应 安施亚叹了口气 看来以他的力量是做不到了 就在安施亚准备转身时 布雷克抓住了他的遗角 你别走 布雷克从身后抱住安施亚 很温暖 你的手很温暖 下一秒布雷克主动抓住安施亚的手 他睁着楚楚可怜的大眼睛 请求安施亚不要走 皇太子布雷克犹如一只楚楚可怜的小白兔 带着哭泣泱求安施亚不要走 安施亚笑着表示 他不走 他只是想把被子拿到一边去 听了这话布雷克的小脸红得发烫 他再次缩成一团 看着害羞的布雷克 安施亚笑着问他 你是不想和我一起睡觉吗 布雷克吞吞吐吐的回答 你真的不介意和我这样的怪物睡在一起吗 安施亚有些生气 殿下 你不要再说自己是怪物了 布雷克明显被安施亚的语气吓到 身体蜷缩得更小了 但是 安施亚伸出手握住布雷克的小手 殿下的诅咒会解除的 才不是什么怪物 布雷克不敢相信 安施亚告诉他 等你到了18岁 诅咒会全部解除 从那之后你的人生将无比幸福 布雷克半信半疑 18岁 对于他这个8岁的孩子来说还很遥远 其实受到这种诅咒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过18岁 但布雷克遇到戴安娜之后 诅咒就会解除 安施亚勾住布雷克的手与他拉钩 我发誓 这个诅咒不会对殿下作笑的 我以我的性命发誓 下一秒布雷克突然起身 大声对安施亚说道 不可以 不要随便以性命起誓 他颤抖着身体表示 你不能死 就算是为了我也要好好活下去 安施亚握住布雷克颤抖的小手 微笑着承诺 我和皇太子殿下都不会死的 所以您不用担心 布雷克的心情犹如过山车 委屈巴巴的哭出了声 安施亚拿出手帕 为布雷克擦眼泪 一边擦一边调侃道 我的丈夫可真是个爱哭鬼 布雷克不愿承认 我不是爱哭鬼 安施亚故作严肃 你就是 被老婆欺负 布雷克哭得更大声了 我不是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好几次 布雷克扑进安施亚怀里 娃娃大哭 我不是啊 安施亚苦笑着轻拍布雷克的后背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不哭 不哭 在安施亚红小孩时的安慰声中 布雷克就这么睡着了 皇太子布雷克与安施亚手牵手 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安施亚迷迷糊糊睁开眼 发现布雷克竟然一整晚 都没有松开他的手 安施亚摸了摸布雷克的头发 布雷克轻轻睁眼 对着安施亚露出了 人畜无害的甜美笑容 安施亚不明白布雷克怎么那么开心 布雷克表示 因为你 一直在我身边啊 这样的直求发言 让安施亚小脸一红 清晨的阳光照进宫殿 布雷克抓着安施亚的手不肯松开 两人躺在床上 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经过几天的相处 安施亚发现 只要没有什么紧急的事 布雷克绝对不会离开房间半步 无论是吃饭还是读书都在房间里 不仅如此吃饭的时候 安施亚还发现了一件怪事 一连四天早中晚三顿 厨房端上来的全是蔬菜 难道布雷克真的是兔子 不仅如此蔬菜的菜品也很单一 甚至连配汤都是昨晚剩的 午餐时间安施亚面对 满满一桌子的蔬菜 询问布雷克 殿下您平时喜欢吃什么啊 布雷克表示他不挑食 安施亚一边把难吃的蔬菜 往嘴里塞一边问他 喜不喜欢吃肉或者海鲜 布雷克不假思索点了点头 安施亚很疑惑 布雷克不是素食主义者 尽管他的身上有诅咒 但对饮食没有限制 那么他每天吃蔬菜 喝盛汤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别人看不起他 尽管是皇太子和皇太子妃 但年纪小又没有权力 所以别人会低看一眼 如今皇太子宫里的侍从长 是哈梅尔侯爵长子 安施亚越想越难受 他们也太过分了 既然这么对待布雷克 布雷克看着安施亚失落的表情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是今天的菜不合胃口 看着布雷克单纯好骗的样子 安施亚放下手中的刀叉 他让女仆将侍从长 叫来他的房间 有件事情 安施亚必须亲自确认一下 尊贵的皇太子殿下 竟然一日三餐吃蔬菜 太子妃安施亚发威了 他让女仆把侍从长叫来他的房间 侍从长是侯爵之子 根本不把小小年纪的安施亚放在眼里 安施亚坐在椅子上质问他 为什么皇太子殿下的饮食那么单调 侍从长满不在乎的推了下眼睛敷衍道 赢教我过来就是因为这个啊 我还以为有什么解释呢 安施亚有些生气 他告诉侍从长 皇太子殿下是帝国之光 现在他的饮食无法得到保障 难道这不算解释吗 侍从长笑着表示 皇太子宫的预算并不充足 殿下没有给钱 他也没有办法 安施亚一眼看穿了侍从长的谎言 就算皇太子宫预算不充足 也没缠到连一块肉都吃不上吧 现实中安施亚贪了口气 侍从长双手抱胸冷吼一声 下一秒安施亚十分严肃 通知眼前的男人 你被免职了 侍从长惊掉了下巴 怒火一下子被点燃 他咬牙切齿不敢相信 你你说什么 安施亚满脸平静 对身旁的守卫说道 哈梅尔犯下贪污重罪 即日起押入大牢 务必彻查此案 守卫上前将侍从长控制住 侍从长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一边挣脱一边骂骂咧咧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哈梅尔家族的继承人 你不就是嫁给了怪物 就凭你还想在我面前耍威风 安施亚转过脑袋 不愿听这些乌言晦语 他霸气的下达指令 再加上一条 侮辱皇太子和皇太子妃的罪名 守卫恭敬的点了点头 将侍从长拖了下去 侍从长不断挣扎 守卫邪妹一笑 接着轰隆一声把侍从长打晕带走 安施亚处理了侍从长后 皇太子宫的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但安施亚没有选择缓和 而是处理掉了皇太子宫所有不尽其责的人 小说里曾经写道 塞浦雷克被赶下皇太子职位后 宫里大部分人都背叛了他 选择投靠男主理查德 安施亚凭借记忆 将那些人的名单一一列举 然后把他们全部赶走 安施亚表示没关系 这点不用担心 又到了就餐时间 安施亚发现宫里没人做饭 厨师也被他赶走了 不过这可难不倒安施亚 他笑着告诉女仆 今天由我来做饭 刚才在宫里转了一圈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皇太子妃安施亚要为布雷克亲自下厨 安施亚将女仆带来厨房 推开厨房里一处仓库的大门 里面竟然藏着许许多多的东方调料 安施亚前世是亚洲人 所以对东方调料格外熟悉 但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 诡异骑士从长的所作所为 安施亚怒火中烧 明明宫里有这么多好食材 竟然给皇太子殿下吃草 接着安施亚加起头发 卷起袖子准备大型身手 那熟练的颠勺 对火候的完美掌控 完全不像个小孩子 女仆站在一旁看呆了 难道皇太子妃殿下是厨艺天才 其实安施亚的前世有十余年做饭经验 做这些菜根本难不倒他 忙碌了好一会儿 安施亚的饭做好了 他微笑着让女仆和皇太子出来吃饭吧 眼前的食物是布雷克从没见过的 他盯着桌子上的米饭出了神 安施亚坐在一旁解释 这是东方国家的料理 我在书上看到过做法 所以试了一下 布雷克又惊又喜 老婆大人竟然亲手给他做饭 震惊之于布雷克依旧盯着桌子不知所措 可是我该怎么吃呢 原来布雷克从没吃过这种饭 安施亚夹起一块原肉饼 再将原肉饼放到一勺米饭上 殿下 啊 布雷克犹如小兔子般乖乖张开嘴 认真拒绝 下一秒 布雷克激动的握拳 超好吃啊 厨艺得到认可 安施亚露出一目笑 接着安施亚为布雷克安利大酱汤 大酱汤的味道很重 如果吃不惯就不要勉强 布雷克乖乖咬起一勺汤 安施亚的内心有些不安 他会喜欢吗 这道菜的味道对这里的人来说 确实有些特殊 就在布雷克喝下大酱汤的一瞬间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布雷克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安施亚总算放下心来 并表示以后会经常做饭给他吃的 安施亚单手脱下看着布雷克吃饭 感觉布雷克不像丈夫 反而像个小孩子 这样刚刚好 如果想解除诅咒 布雷克就要和戴安娜相爱 为了布雷克以后的幸福生活 安施亚要在身边陪伴他直到18岁 其实安施亚也想解除布雷克的诅咒 但他没有那个能力 他能做的 只有在布雷克与戴安娜相遇之前守护布雷克 小说里写道 布雷克将经历三件让他极为痛苦的事 第一 是他成了诅咒的继承人 第二 是新婚当天 妻子跳河自尽 第三就是他的父亲 坎斯泰温皇帝的去世 皇帝去世后 男主理查德的父亲 也就是布雷克的叔父登上皇位 布雷克被免去皇太子之位 并被流放至南部岛屿 从此布雷克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布雷克成为诅咒继承人的事 是安施亚无法解决的 不过现在 坎斯泰温皇帝还在世 安施亚要阻止皇帝去世 守住布雷克皇太子的位置 目前皇帝刚参加完布雷克的婚礼 正在前往馄饨山谷的路上 一切都得等皇帝回来之后再做打算 布雷克真的很喜欢安施亚做出的东方料理 不是看在安施亚的面子上才说好吃的 每次吃到安施亚的手艺 布雷克就会化身小白兔 瞪着闪闪发光的大眼睛对安施亚表示敬佩 要想吃到更加正宗的东方料理 需要找人制作一下造坑和大铁锅 安施亚决定画出大铁锅的草图 让铁匠照着做出来 就在安施亚在宫殿里四处游荡 寻找放置这些东西的合适位置时 一个陌生的男人突然出现在身后 你在做什么 安施亚被男人吓了一跳 男人伸出手对安施亚表达歉意 抱歉 我不是故意吓到你的 此人有着深邃的面容 尖锐的下颌线 脖子上的那道伤口 还有那双赤色的双瞳 安施亚一眼就认出来了 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小说男主 利查德 利查德双手插腰 居高零下对安施亚说道 安施亚 好久不见啊 安施亚脸都黑了 利查德是皇帝陛下的弟弟 卡西尔公爵次子 皇太子布雷克继承了诅咒 注定活不了多久 所以人们认为卡西尔公爵和利查德 是登上皇位的有力候选人 利查德的母亲是奴隶 他原本无望获得皇位继承权 但小说中他满怀野心 不断铲除政敌 最终登上了皇位 在小说的最后 利查德还利用戴安娜杀死了布雷克 小说里的情节 一幕幕浮现在安施亚脑中 安施亚疯狂摇头 不会的 只要有他在 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现实中安施亚站起身子 不卑不抗询问利查德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利查德不屑地表示 你刚结婚 就搞出这么大的风波 听说你还把宫里的人全部赶走了 安施亚明白 原来利查德 发现他把自己安插的眼线赶走 所以跑来理论 安施亚回答 是啊 怎么了 理查德觉得安施亚变了 草率的把回绝之子关进大牢 这不像他以前的形式风格 安施亚很生气 草率 他哪里草率了 理查德双手抱胸 只问道 哈梅尔回绝家族 深受皇帝陛下信任 你把回绝长子关进大牢 难道还不算草率吗 看着理查德咄咄逼人的样子 安施亚怒火中烧 竟然在叫他做事 安施亚笑着表示 我总不能把不信任的人留在身边吧 理查德继续狡辩 对待下人应该宽宏大量 如果不合心意就敢出宫 那你永远无法拥有中心的奴仆 安施亚打断了滔滔不绝的理查德 你太无礼了 我宫里的事与你无关 如果没什么事就请你回去吧 理查德对安施亚强硬的态度感到惊讶 他歪着头询问 你是生气了吗 安施亚不明白理查德的意思 理查德表示 是不是因为当初我拒绝了你 所以生我气了 安施亚不知道还有这事 理查德继续说道 你之前不是说喜欢我吗 安施亚 对不起 我当初拒绝了你 但你也清楚我是庶厨 借我个胆子 我也不敢违背黄面娶你 安施亚惊呆了 原来理查德是个利用爱慕自己的女人 然后再残忍抛弃的混蛋 安施亚想要服侍皇太子殿下沐浴 作为妻子 这是他应该做的 调试好水纹 安施亚让正在看书的布雷克进去洗澡 布雷克眨巴着眼睛 大脑一时没反应过来 下一秒布雷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惊慌失措想要溜走 什么 我过一会再洗 安施亚从背后一把按住布雷克的肩膀 请你快点进浴室 布雷克十分慌张 想要挣脱安施亚的魔爪 不行 要是你也沾染上诅咒 那该怎么办 传言说如果有人看到 或碰到光之女神诅咒的纹样 那么他也会沾染上诅咒 会被厄运缠身 就是因为这个传言 诅咒继承人都会被严令禁足 并且流放到南部岛屿 按照这个说法 布雷克的身上出现诅咒纹样后 他就应当立刻被撤掉皇太子之位 多亏了坦斯泰温皇帝的极力阻止 他才得以继续在皇宫生活 现实中安施亚表示 不会的 这些都是传言 布雷克很不情愿 那如果不是传言呢 安施亚觉得布雷克脸上的纹样 他已经看过了 也牵过手 不都好好的吗 布雷克却说他的身上还有很多 安施亚抓住布雷克的手 企图安抚他 布雷克情绪激动 将手一把甩开 真的很可怕 就像怪物一样 布雷克贪坐在地上 把头埋进膝盖里 你看了之后 一定会讨厌我的 此时安施亚总算明白 传言只是借口 布雷克不想让他看到 身上的诅咒纹路 安施亚来到布雷克面前 蹲下身子 看着布雷克的眼睛说道 我不是说过了吗 你不是怪物 也并不可怕 我和你结婚后 每天都很幸福 布雷克小眼通红 真的很幸福吗 安施亚笑着回答 是啊 你是我的丈夫 所以很幸福 布雷克扑进安施亚的怀里 安施亚趁机再次发出邀请 那我们一起去洗澡吧 好不好 刚刚放松警惕的布雷克又是一惊 连忙摇头表示拒绝 我会害羞的 安施亚忍不住笑出了声 原来皇太子殿下是不好意思了 好可爱 布雷克的脸迅速战红 让安施亚不要开玩笑 安施亚捂住嘴身体还是笑的发颤 布雷克挥舞着愤怒的小圈圈 让安施亚不要笑话他 安施亚有些疑惑 你这么害羞 那之前的侍从都是怎么服侍你沐浴的 安施亚的出现 不过是让这个可怜的孩子 少受点伤害 等他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该走了 布雷克看着安施亚迟迟不肯作答 眼泪不受控制的往下掉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安施亚 你会离开我吗 布雷克这只小哭包 一想到安施亚会走 就忍不住哇哇大哭 安施亚最近拳头对布雷克说道 我不会的 我的丈夫这么可爱 我怎么会离开呢 安施亚的心里明白 这是善意的谎言 听了这话布雷克立马洗脚眼开 真的吗 安施亚宠溺的伸出手 将布雷克的眼泪擦干 当然是真的了 这里是我的家 接着安施亚转过身 让布雷克快点洗澡吧 再拖下去没准要拖到明天了 下一秒布雷克乖乖脱掉衬衫 露出了手臂 后背还有大腿上 密密麻麻的黑色诅咒纹路 这样密集的纹路 把安施亚看呆了 与此同时 理查德已经回复 他坐在椅子上 回忆着皇太子宫发生的事 安施亚打发走了所有 他在布雷克身边安插的眼线 为此理查德想了一个妙招 再多眼线都比不过一个皇太子妃 安施亚之前喜欢过他 总是偷偷看他 无法掩饰对他的爱意 在理查德看来 拍安施亚去诱惑那个 绝望孤独的臭小子 简直是信手拈来 之后理查德去了一趟皇太子宫 他不仅被安施亚 披头盖脸臭骂了一顿 还被布雷克赶走 布雷克看起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是安施亚的出现 让他学会了反抗 理查德抿了一口红茶 然后将杯子缓缓放下 安施亚 他开始对那个女人感兴趣了 皇太子布雷克脱掉衣服 将身体上密密麻麻的诅咒纹路 暴露在安施亚面前 安施亚默不作声 布雷克走上前牵住安施亚的手 安施亚尽量不表现出惊讶的样子 他紧紧握着布雷克的小手 满脸关切的说道 你太瘦了 这怎么能行呢 快躺到浴缸里吧 不然会感冒的 布雷克乖乖走进浴缸 安施亚拿着毛巾 仔细地擦拭布雷克的身体 诅咒的纹样覆盖了布雷克一半的皮肤 他现在年纪还这么小 安施亚知道 当诅咒的纹样蔓延时 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这个小男孩到底承受了多少痛苦啊 安施亚轻轻抚摸着布雷克身上的诅咒 布雷克回过头委屈巴巴地表示 别碰 要是你沾染上诅咒怎么办 安施亚让布雷克别这么说 再这样说的话 他就要生气了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安施亚一边挠布雷克的歌之窝 一边唱起了歌 安施亚的手是治病的手 布雷克的肚子是屎肚子 布雷克立马跳起来反驳 才不是呢 安施亚故作严肃调侃道 你看你的肚子鼓鼓的 怎么不是屎肚子 布雷克认真解释 这里面是饭 吃多了撑起来才会这样 被老婆嫌弃布雷克略带哭腔地说 从今天起 我不吃饭了 安施亚接着说道 那你就会一直没我高 布雷克被安施亚拿捏得死死的 瞬间滴落了起来 仿佛一只受欺负的小白兔 安施亚被布雷克 单纯可爱的样子逗笑了 他宠溺地摸了摸布雷克的脑袋 殿下 你不是屎肚子 所以一定要多吃饭哦 这样才能长高高 布雷克十分好哄 他睁着闪亮的大眼睛 向安施亚承诺 嗯 我一定会多吃饭 长高高 安施亚露出乙母笑 好呀 我们一起长高高 不过 我一定会长得比你快 理查德对安施亚心怀不轨 从皇太子宫回去后 他给安施亚寄取礼物 还附上了一封道歉信 昨天很抱歉 希望您能原谅我 安施亚只觉得恶心 那个男人为什么要这样 难道他想利用自己 当皇太子身边的眼线 没想到安施亚上次 已经说得那么明白了 他还是没听懂 沉思许久 安施亚让侍女 把礼物员封不动地送回去 侍女觉得 如果把道歉信也送回去 会不会不合理数 安施亚表示没关系 只有这么做 理查德才能明白她的意思 侍女点了点头 当即把所有东西推了回去 第二天理查德 不仅为安施亚 送来更多的礼品 还附上一束 娇艳欲滴的玫瑰 第三天第四天 没脸没皮的理查德 无论安施亚 退回去多少次 总会送来各式各样的礼物 一个星期后 安施亚对理查德的礼物 丝毫不感兴趣 连看都不想看 让管家直接拒收 然而管家却说 这个宝物太珍贵了 他不敢擅自做主 这是一枚由人鱼的气息 做成的戒指 看到这枚戒指 安施亚无比震惊 人鱼的气息 是富含海质能量的灵力石 全世界都找不出几个 非常珍贵 原著小说中 人鱼的气息 是理查德送给戴安娜的礼物 安施亚冷汗直流 送给戴安娜的礼物 干嘛送给我 他想让我给他当探子 想疯了吧 小说里把这个宝物 夸得天花乱坠 害得安施亚有些好奇 亲眼目睹这枚戒指 安施亚却不敢收下 他让管家原路退回 并转告理查德 就算他送来一座 林立的矿山 安施亚照样不收 告诉他 别再送了 安施亚霸气的处理方式 让理查德彻底死心 戒指退回后 理查德果然没有再送礼了 这是皇太子妃 安施亚第一次出宫玩耍 侍女和守卫跟在安施亚身后 三人来到一家铁匠铺门口 安施亚两眼放光 心跳加速 他终于可以找人做大铁锅了 来到铁匠铺内 安施亚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草图 询问铁匠是否能做出来 铁匠还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委托 沉思片刻表示完全没有问题 这下安施亚总算放下心来 等铁锅制作完成 他就可以给布雷克烹饪更多东方料理了 离开铁匠铺 首位询问安施亚还想去哪玩 安施亚摇了摇头 他不玩了 他要马上回宫 其实安施亚担心布雷克在宫里等得太久 所以才急着回去 夕阳西夏三人总算赶回皇太子宫 安施亚迈着小碎步 急匆匆往布雷克的房间赶 布雷克却从身后叫住安施亚 下一秒布雷克扑进安施亚的怀里 只是一天未见 布雷克化身黏人小白兔 不停地往安施亚身上蹭 安施亚你回来了 安施亚笑着回答 嗯 我回来了 布雷克的周围冒出粉色小爱心 安施亚伸出手抚摸着布雷克的脑袋 老婆回来得有点晚 布雷克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看着布雷克焦急等待的模样 安施亚明白 早点回宫是个明智之举 接着安施亚折掉了布雷克脸上的面具 不戴面具是不是好说多了 布雷克羞涩地表示 是的 你总想脱掉我身上的东西 这样瘦瘦地发言让安施亚原地实话 他拍了拍布雷克的脸蛋 因为我想看到你帅气的脸庞 这样我才会幸福哦 布雷克握住安施亚的手腕 仿佛很享受这种抚摸 我看到你也会感到幸福 安施亚决定 以后单独两个人的时候 布雷克就不要戴面具了 布雷克一口答应 安施亚察觉到今天的布雷克格外黏人 他以为白天出宫时宫里发生了什么事 布雷克表示没有 他只是有点担心安施亚会直接离开 说到这个布雷克脸色阴沉 但他始终相信安施亚不会丢下他一个人 所以他现在已经没事了 安施亚发现布雷克的手都在抖 没想到只是出了一趟门 布雷克就想了那么多 面对这个没有安全感的小白兔 安施亚许下承诺 你别担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布雷克的心情瞬间晴朗 开心的问道 真的吗 安施亚只是出去了一天 布雷克的小心脏就受不了了 在布雷克心中 安施亚就是他的唯一 布雷克希望安施亚永远不要离开他 安施亚表示 他会一直守在布雷克身边 直到殿下遇到心仪的女孩 到了那时 他会直接离开的 布雷克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连忙询问安施亚什么意思 安施亚知道 这是他不得不去面对的未来 于是告诉布雷克 我们是政治联姻 是皇帝陛下下旨让我们结婚的 但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生活 等你长大了 你会遇到那个你真正爱着的人 布雷克坚定的说道 安施亚 我只要你 安施亚继续解释 等你成年后诅咒解除 会变得非常帅气 会有许多美丽的女人爱上你 布雷克打断了安施亚 安施亚才是最美的女人 安施亚苦笑着 你现在还小 所以才会这么说 布雷克有些生气 他又重复了一遍 夫人 我的夫人只有安施亚一个 我是安施亚的丈夫 不需要别的女人 下一秒 布雷克心情低落 装就出出可怜的样子 难道夫人 需要别的男人吗 安施亚握着布雷克的手 不 我有殿下就够了 安施亚表面微笑 内心却在想着 能解除布雷克诅咒的人 只有戴安娜 哪怕是说谎 他也绝不会违背这个设定 布雷克紧紧抱住安施亚 把头埋进他的肩膀里 你就陪我到死的那天就行 这样就够了 听了这话 把安施亚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他不会让布雷克死的 绝对不会 老婆大人突然情绪崩溃 布雷克不知所措 他连忙表示知道了 然后拿洁白的袖口 帮安施亚擦眼泪 突然宫殿大门被打开 守卫前来通报 殿下皇帝陛下回宫了 终于布雷克的父亲 帝国史上最强的皇帝 坦斯泰温皇帝回宫了 布雷克的父亲 坦斯泰温皇帝回宫了 守卫高兴的前来通报 布雷克戴上面具 表情冷漠 就在这时守卫让安施亚出去一趟 说是铁匠铺的人有事找他 安施亚立马会议 笑着对布雷克说道 殿下 我去去就回 来到宫殿外守卫向安施亚解释 其实不是铁匠铺的人找您 安施亚知道是皇帝陛下找他 其实安施亚早就猜到 皇帝回来后会立刻找他境界 守卫用铁匠铺当借口 应该是不想让布雷克担心 皇太子宫的守卫汉斯 是一名没有爵位的普通贵族 汉斯以为陛下 因为安施亚无端遣散工人 大发雷霆 要找安施亚算账 为了保全皇太子妃 汉斯希望安施亚对皇帝陛下说 这些事情都是经他教唆的 这样陛下就不会生安施亚的气了 汉斯的一番话 让安施亚十分感动 小说里提到过 他为了布雷克愿意献出生命 安施亚停住脚步 满脸严肃告诉汉斯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要是没有你的话 谁来保护皇太子殿下 汉斯心情复杂 欲言又止 安施亚笑着说道 你不用担心我 我有信心 这下汉斯总算放下心来 其实布雷克刚成为诅咒继承人时 就受到了全帝国人民的指责 他们纷纷禁言 希望立刻撤掉他的皇太子之位 并流放到南部岛屿 但坦斯泰文皇帝 是把布雷克送去了偏僻的别宫 皇帝说反正布雷克早晚会死 没必要大费周章 决败退位一事 这只布雷是父亲留给儿子最后的体面 就这样坦斯泰文皇帝守住了自己的孩子 在安施亚看来 皇帝很爱布雷克 布雷克也十分渴望父爱 他一定要讨得皇帝的欢心 再帮着对父子缓和关系 来到宫殿门口 安施亚的心理十分紧张 他默默为自己加油打气 会一定能行 首位在宫殿外禀告 皇帝陛下 皇太子妃安施亚求见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安施亚低着头走进宫殿 向陛下行礼后 安施亚才敢抬起头与皇帝对视 那是一个有着和布雷克一样的 银发赤童的男人 身上却散发着帝王的威严 安施亚被皇帝的颜值折服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这样最美的五官 如天神般高贵的气质 只是对视一眼 就让安施亚心跳加速 小脸通红 安施亚在心中默默吐槽 为什么他不是主人公啊 怎么看他都像小说男主的气质啊 皇太子布雷克的父亲 坦斯泰文皇帝召见安施亚 皇帝陛下质问安施亚 听说你下令把侍从长关进了大牢 这是怎么回事 安施亚不卑不亢地表示 他涉嫌贪污皇太子宫的预算 所以我下令将他关进大牢 侍从长的父亲哈梅尔侯爵也在现场 听了这话他气势汹汹地反驳 你居然说贪污 我儿子对帝国的忠心天地可见 你怎么能给他安上这种罪名呢 真是荒唐 哈梅尔侯爵在一旁喊员 安施亚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账本 呈给陛下 账本里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是从长贪污的明细 皇帝陛下一言不发 仔细翻阅着账本 看完后淡淡地说了一句 他贪的可真不少啊 哈梅尔侯爵吓坏了大声狡辩 这一定是伪造的 我的儿子是帝国最忠诚的子民 安施亚打断侯爵 给皇太子殿下喝两透了的蔬菜汤 然后吩咐御厨给自己煎牛排 这就是您认为的忠诚吗 哈梅尔侯爵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小姑娘这么难缠 急得一口老血堵在胸口 安施亚继续说道 还有 刺吞皇太子宫的预算 然后去堵桌上一支千金 这就是您认为的忠诚吗 侯爵筐的一拳重重揣在扶手上 他的额头轻轻抱起 用略带威胁的口吻警告安施亚 你说话小心点 此时沉默的皇帝陛下开口了 侯爵你火腻了吗 皇帝陛下不弄自危 哈梅尔侯爵顿时乱了房寸 什么 陛下 您怎么这么问我 接着皇帝陛下警告侯爵 请你对我的儿媳妇说话 客气点 这句话让哈梅尔侯爵乳遭累积 他冷汗直流不知所措的表示 陛下 您误会了 是皇太子妃殿下 侮辱我的儿子在先 下一秒皇帝陛下拔出腰间的佩剑 将冰冷的剑刃贴在侯爵脖子上 可恶的家伙 你刚刚为什么抬起了手 侯爵颤抖着身子不敢动弹 皇帝陛下皱着眉头 难不成你还想对皇太子妃动手 侯爵连忙表示没有 但皇帝陛下早就看穿了侯爵的小心色 将近任更加贴近他的肌肤 这样恐怖的场景 吓得安士雅闭上眼睛 就在这时皇宫内的守卫 来到了安士雅面前 皇太子妃殿下 您还是回宫吧 安士雅吓了一跳 他认出眼前的人是柯林 小说里十分值得心仁的角色 于是安士雅从口袋里 掏出一块影像石交给他 柯林不知道这是什么 安士雅解释道 这块影像石里有哈梅尔家族长子 侮辱我和殿下的全部证据 柯林对安士雅的悉心谨慎感到惊讶 您连这个都准备好了 安士雅回答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也不敢轻易招惹哈梅尔家族 明白安士雅的意思 柯林向皇太子妃身拘一功 他一定会把影像石转交给陛下的 哈梅尔侯爵企图攻击皇太子妃 皇帝下令砍掉了他的一只手 侯爵之子贪污皇太子宫钱财 还轻视皇太子妃 所以皇帝下令割掉了他的舌头 最终皇帝判处哈梅尔父子劳役30年 并剥夺了哈梅尔侯爵家族的爵位 一夜之间承袭多年的侯爵家族风光不在 这段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敢帮他们说话 风波平静后 安士雅以为皇帝会再次召见他 毕竟安士雅在贪污案上立了功 他以为陛下会因此对布雷克更加关照 然而等了很多天依旧没有消息 这天安士雅终于等不及了 他不能坐以待毙 应该主动出击 安士雅雷历风行 吩咐侍女帮他准备马车 他又立刻去见皇帝陛下 侍女提醒安士雅 皇太子妃殿下 你想见陛下的话 是不是需要先正式请示一下啊 安士雅一边穿上外套一边笑着回答 如果派人去请示应该会被拒绝 所以我必须突然拜访 马车准备就绪 安士雅提着裙摆走上马车 就在这时布雷克从身后抓住安士雅的衣角 安士雅回过头 布雷克如同一只委屈的小兔子 数出可怜的盯着安士雅 安士雅你要去哪 安士雅随口编了一个理由 我要去广场逛一逛 布雷克却早就看穿了安士雅的行动 你骗人 你是想去见陛下吧 安士雅没有反驳笑着表示 我马上回来 下一秒布雷克语气坚定 我跟你一起去 我要保护我的夫人 如果你要是去见陛下 就让我跟你一起吧 看着布雷克坚定的眼神 安士雅点了点头 就这样安士雅握着布雷克的手一起上了马车 布雷克笑得很开心 其实安士雅明白 皇帝陛下很爱他的儿子 只是考虑到帝王身份 不能主动宣出周期成人觐见 如果布雷克愿意同去 也是一件好事 过了一会儿 两人来到皇帝陛下所在的宫殿 天色已晚 安士雅猜测今日的政务已经结束 陛下现在应该在请宫 于是带着布雷克直接杀到请点门口 门口的守卫不认识安士雅 满脸凶狠将两人挡在门外 安士雅质问守卫 你竟敢挡皇太子妃殿下的路 就这样守卫乖乖将两人放了进去 没有人通报 安士雅直接推开大门 下一秒他愣住了 眼前出现的是坦斯台湾皇帝 一丝不挂的景象 不仅如此 安士雅被皇帝陛下的八块腹肌迷住了 安士雅带着布雷克 闯进皇帝陛下的寝宫 没想到此时陛下刚好沐浴完毕 盯着陛下结实的八块腹肌 安士雅咽了咽口水 脑中不由自主响入飞飞 此腹肌只能天上涌 最近总和可爱男在一起 差点忘记了成熟男人的魅力 安士雅血压升高 看来夸奖是最有效的 被腹肌冲昏头脑的安士雅鼓吸勇气 露出灿烂的笑容夸奖陛下 你的腹肌真是太诱人了 场面安静了几秒 安士雅的脑子炸开了锅 他在说什么呀 这是疯了吧 安士雅手忙脚乱 企图挽回形象 陛下 我不是这个意思 坦斯台湾皇帝 若有所思的盯着安士雅 看他接下来还能说出什么 被帅气形男这样盯着看 安士雅晕头转向 他身居依供联邦道歉 陛下 恳请宽恕我 那个 我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身体 这样的话 让旁边的布雷克不高兴了 老婆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明明帮他洗过澡的呀 一时到自己越描越黑 安士雅欲哭无泪 他彻底搞砸了 皇帝陛下咳嗽两声 拿起御医将身体遮住 然后帅气转身 看来今天不是一谈话 当着安士雅的面 陛下将御医的带子系的紧紧的 生怕被这个女色狼再占便宜 就在安士雅大脑死急崩溃不已时 皇帝陛下笑着 撇了一眼他的儿子 布雷克 然后通知两人 你们以后再来吧 安士雅总算逃过一劫 是的 陛下 那我先退下了 然而他没有注意到 站在身旁的布雷克 脸色变得有些不太正常 回宫后布雷克一直表现得不开心 安士雅以为他是被爸爸赶出来 所以才情绪低落 于是牵起布雷克的手 陛下 你累了吧 布雷克冷冷地回答 嗯 我想歇一会儿 接着布雷克直接松开安士雅的手 让守卫爱德温跟他进房间 看着布雷克反常的样子 安士雅十分担心 守卫进去之前安慰安士雅 皇太子妃殿下 您别担心 由我来照顾皇太子吧 皇太子布雷克神秘兮兮 将守卫叫进房间 然后命令守卫脱掉衣服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守卫还是照做了 看着守卫和父亲一样的八块腹肌 布雷克无比惊叹 眼泛惺惺忍不住伸手抚摸 爱德温 我想问你 怎样才能练出你这样的身材 安士雅的那句 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身体 深深地打击了布雷克 他也是男人 难道安士雅根本没把他当男人看 守卫穿上衣服 布雷克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 叹了口气 唉 可惜我是屎肚子 守卫安慰布雷克 怎么会屎肚子呢 这根本就不是 布雷克抬起头 期待地望着守卫 真的吗 那我这个是 守卫表示 殿下 这个是可爱的宝宝度 很遗憾守卫的这句话 根本没有安慰到布雷克 晚上 安士雅帮布雷克洗澡 布雷克神色阴郁 总是不愿意正对安士雅 安士雅发现洗澡的时候 布雷克一直捂着肚子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安士雅笑着说道 殿下 明天大铁锅就送到了 到时候我给你做好吃的 布雷克一点也不开心 不要 从今天开始我不吃饭了 我没有男人的身材 我要练腹肌 安士雅瞬间明白 布雷克为什么闷闷不乐 原来他把那件事放在心上了 接着安士雅联邦道歉 对不起了 我忘记我的丈夫也是男人了 布雷克气不打一出来 扑到床上打滚 我要练腹肌 我不吃饭了 布雷克身上的水还没有擦干 安士雅让他别赌气了 即便殿下是宝宝度 他也喜欢殿下 布雷克怒气冲冲回过头反驳 这个不是宝宝度 见布雷克如此介意 安士雅只好使出哄孩子绝招 冲到布雷克面前挠痒痒 果然布雷克经受不住挠痒攻击 总算不生气了 过了一会儿 安士雅抱着皇太子殿下 殿下 我喜欢的是你 我喜欢健康的你 所以从明天开始 你还是要吃饭 布雷克超级好哄 我知道了 会多吃的 看着布雷克傻笑的样子 安士雅也很开心 坦思泰文皇帝虽然不在布雷克的身边 却一直拍手下人中保护着布雷克 安士雅与布雷克离开后 皇帝陛下召银翰上前问话 皇太子和皇太子妃 已经安全回宫了吗 银翰表示两人刚洗完澡 现在已经就寝了 这次与布雷克相见 皇帝陛下发现布雷克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好像不是原来那般在意自己的诅咒 能抬头挺凶的站在那里 还行进握着妻子的手 空洞的眼神也重新散发了光彩 还有 克林那个冷漠又挑剔的人 竟然也在报告里对皇太子妃赞不绝口 现实中陛下询问银翰 你觉得皇太子妃这个人怎么样 我离开的一个月里 按照你监视的情况来看 你觉得他是个可靠的人吗 银翰不假思索的回答 是的 皇太子妃殿下是好人 过去的一个月里 银翰说陛下旨意暗中观察皇太子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银翰忘记了旨意 逐渐把目光放在这个美丽又睿智的女孩身上 他在想 如果自己身边也能有这样的女生 那他的人生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陛下对银翰的评价感到惊讶 没想到一向沉默低调的银翰 竟会毫不吝啬地夸赞皇太子妃 银翰反问道 您在担心什么 陛下 皇帝陛下表示 他只是觉得这个儿媳太完美 毕竟作为父亲 已经好久没见到布雷克那样笑了 第二天 安什雅的大铁锅终于做好了 布雷克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稀奇玩意儿 守卫和侍女们也在一旁围观 看着这样巧妙的气局 守卫忍不住夸赞 皇太子妃殿下是天才 布雷克立即附和 没错 安什雅是天才 安什雅小脸通红 这没什么啦 下一秒 安什雅傻笑着露起袖子 今天 我要给你们做全世界最好吃的菜 侍女手忙脚乱 让安什雅不要这样 怎么能又让皇太子妃做饭呢 安什雅却说没关系 要不大家一起做 这样总可以了吧 布雷克第一个举起小手 他要给安什雅帮忙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安什雅带着几名小帮手 热热闹闹的做饭去了 卡斯泰温皇帝对安什雅大为赞赏 他派手下柯林为皇太子宫 送去买卖一车的礼物 看到宫内堆成小山的礼品 安什雅和布雷克目瞪口呆 怎么这么多 是不是送错了 柯林推了推眼睛 不是的 没有弄错 这些都是皇帝陛下 赐给皇太子妃殿下的礼物 安什雅心中爱安大门 没道理啊 陛下雅根没理由送我礼物 难道是因为夸了她的腹肌 所以心情好 想起陛下的腹肌 安什雅再度羞红了脸 只好用力拍打脸蛋 让自己清醒掉 几天后 皇帝陛下再次召见安什雅 侍女为安什雅精心打扮 编上了成熟的三股便 还在辫子上装点了 许多清新的小厨局 临出发前 布雷克盯着美丽大方的老婆出了神 安什雅以为是今天的造型不适合她 布雷克却说 不 很漂亮 你很漂亮 安什雅 安什雅笑着向布雷克告别 我去去就回 来到皇宫内 皇帝陛下正在花园里喝茶 静静等待安什雅的到来 一阵高跟鞋的声音在花园中响起 皇帝陛下正惊畏作 安什雅来到陛下面前行礼 拜见陛下 陛下上下打亮着安什雅的装扮 抿了一口手中的红茶夸赞道 很适合你啊 安什雅微笑着向陛下道谢 感谢您送礼物给我 我特别喜欢黄金球 陛下抓住了重点询问安什雅 你喜欢黄金吗 安什雅一脸懵 他明明说的是球 为什么要问喜不喜欢黄金 接着露露大方的回答 不是那样的 我喜欢黄金球 是因为可以和皇太子殿下一起玩耍 皇帝陛下接着法吻 你很在意皇太子吗 安什雅脱口而出 当然了 他是我的丈夫 陛下的问题接连不断 你为什么会喜欢那孩子 安什雅将茶杯放下 他反问陛下 会有人讨厌他吗 场面陷入沉默 陛下的脸色变得阴沉 有很多人轻视他 安什雅表示 那些都是被谣言蛊惑了的人 再说陛下 您不是也喜欢皇太子殿下吗 陛下被安什雅的话噎住 他装作生气的样子 让安什雅修得无礼 那孩子可是继承了诅咒 安什雅一点也不害怕 继续说道 在那之前 他是陛下的儿子 坦斯泰温皇帝明白 安什雅已经发现了 他一直深藏着的父爱 于是郑重其事的问道 看来你已经确信 我喜欢那个孩子 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 傲娇皇帝的伪装 被安什雅识破 安什雅笑着说道 如果陛下讨厌您的儿子的话 还会给儿媳送礼吗 原本皇帝陛下 还对安什雅有些许戒备 面对这个直爽又机灵的女孩 皇帝陛下终于放下心来 他相信安什雅 是真的爱着布雷克 没有任何私心与目的 皇太子妃 安什雅再次大现身手 为布雷克亲手烹饪了大酱汤 还有香菇鸡蛋卷 看着桌子上热气腾腾的美食 布雷克馋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 安什雅邀请首位和侍女一同享用 这样奇妙的美食让三人赞不绝口 手艺被大家认可 安什雅发自内心的高兴 吃完饭后他还准备了锅把汤 让大家一起尝尝 锅把汤出及了布雷克的知识盲区 安什雅解释道 就是把锅把放到水里去煮 虚然不懂是什么菜 但只要是安什雅做的 是皇帝的影子 不能被外界知道的存在 皇帝陛下对银汉有救命之恩 从那之后 银汉一直在案中为陛下执行任务 他从没有被人发现过 直到今天 银汉偷偷溜进厨房 望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出了神 虽然在陛下身边吃遍了山珍寒味 但能让银汉口水直流的还是第一次 银汉体内的蝉虫被勾了出来 现在厨房没人 他就吃一口 银汉压压着脚步声偷偷靠近大铁锅 这口铁锅和银汉小时候 妈妈在老家用的那个很像 就在银汉伸出手将锅盖打开时 下一秒安士雅进来了 银汉吓到手抖 这下出大事了 必须赶紧藏起来 过了一会儿安士雅来到铁锅旁 他察觉到意思不对劲 锅盖怎么是开着的 真奇怪 然而铁锅旁边的黑色小猫 立马吸引了安士雅的注意 安士雅将小猫抱了起来 好可爱啊 难道是小猫把锅盖打开的 猫咪了眼汪汪 朝着安士雅喵喵叫 安士雅立刻会议 小猫肯定是饿了 就在安士雅准备给猫咪倒牛奶时 小猫目不转睛盯着那口铁锅 安士雅有些犹豫 猫咪可以喝锅巴汤吗 小猫用力的点了点头 安士雅被可爱的猫咪征服 于是将锅巴汤盛在小盘子里喂给猫咪 猫咪吃的津津有味 安士雅则蹲在地上 守着这只小猫 是谁饿着这么可爱的猫咪了 等小猫吃饱 安士雅忍不住又将猫咪抱了起来 贴着脸蛋蹭来蹭去 突然 布雷克从门外探出脑袋 安士雅 你在做什么 安士雅将猫咪抱在怀里 开心地向布雷克分享 我捡到了一只小猫 可爱吧 布雷克对这只猫咪丝毫不感兴趣 反而对安士雅抱着猫咪的行为有些吃醋 你一定要把他抱得那么紧吗 安士雅丝毫不介意 你看他多乖巧啊 他好像也很喜欢我呢 布雷克很不爽提醒安士雅 他是公等 安士雅歪着脑袋 真的吗 那让我们来确认一下小猫的性别吧 说完就要翻开小猫的肚子 小猫被吓坏了 一留言从安士雅的手中跳了出去 跑得无依无踪 这么可爱的小猫竟然从手中溜走 安士雅十分失落 要是能再见到他就好了 皇太子妃安士雅 端着锅巴汤来到皇宫见陛下 看到安士雅擅自前来 皇帝还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 安士雅傻笑着表示 父皇不是说过 可以随时来找您的吗 接着安士雅到处早就准备好的锅巴汤 他想让父皇尝尝他的手艺 陛下端着碗抿了一小口 这个味道很独特 安士雅以为不合陛下的胃口 陛下却说 不 你的手艺很棒 以后可以常来 晚上 安士雅终于回到皇太子宫 他躺在床上打哈欠 今天真是蛮长的一天 不仅用大铁锅做了料理 还遇到了可爱的猫猫 就在这时 布雷克悄悄爬上安士雅的床 下一秒布雷克靠近安士雅 装作小猫的样子 对着老婆大人雪猫叫 喵无 安士雅眨巴着眼睛盯着布雷克 布雷克抱紧安士雅 原来布雷克以为安士雅喜欢小猫 所以他也要做一只猫 布雷克瞪着楚楚可怜的大眼睛 询问安士雅 安士雅 你都有我了 还需要别的小动物吗 布雷克用脸不停的蹭着安士雅的手背 就像一只小猫咪 我可以成为你的兔子 小猫 小狗 所以你不要找其他小动物了 既然安士雅没有回答 布雷克歪着头再次瞄了一声 安士雅被蒙出一口老血 他一把抱住布雷克 殿下 你也太可爱了吧 计划成功 布雷克窝在安士雅的怀里笑出了声 这边 理查德一直在打听安士雅的一举一动 信任送来一打厚厚的报告书 理查德发现 皇帝陛下不仅给安士雅送去东方食材 还送去了许多礼服 宝石甚至灵力石 坦斯泰文皇帝是理查德唯一崇拜的人 理查德曾经努力地去讨他的欢心 但他总是无动于衷 如今 安士雅竟然获得了陛下的信任 他怎么会突然变了那么多 想到这里理查德十分头疼 早知道这样 当初他就应该接受安士雅的爱意 之前安士雅喜欢理查德 天天追着理查德跑 怎么一结婚就变得如此冷漠 但也正因如此 理查德更想得到他 为了得到安士雅 理查德可以做任何事情 晚上 理查德的父亲因为此事勃然大怒 他崛起竹台 朝着理查德的脸砸了过去 皇帝不仅每天给皇太子妃送礼物 皇太子妃还在皇宫里出入自如 不仅如此 据说皇太子妃 还将参加封印记的皇宫舞会 封印记 是帝国最重要的祭祀庆典 如果在各国使团都聚集的舞会上 皇帝牵着皇太子妃的手登场 皇太子的地位也会自然而然的升高 为了扭转局 是理查德向父亲提议 皇太子妃一直很渴望父爱 所以他一定很听贝拉善伯爵的话 想起贝拉善伯爵 理查德的父亲终于露出笑容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皇太子妃安施雅做了一个噩梦 梦中父亲贝拉善伯爵 一掌扇在他的脸上 伯爵凶神恶煞 则怪安施雅 只是区区一个感冒 就让他过来探望 安施雅蹲在地上 楚楚可怜的向父亲解释 他真的很难受 身体很不舒服 贝拉善伯爵完全不顾女儿的身体 在一旁大声嚷嚷着 你就是我们家族的耻辱 你们掉嫁的男爵家族 利用钱进入贝拉善家 想起你的母亲 我就气得浑身打赞 安施雅一边哭一边向父亲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下一秒安施雅从梦中惊醒 脸上还挂着泪痕 布雷克连忙来到安施雅身边 安施雅意识到他做噩梦了 但这不是普通的梦 是安施雅的记忆 布雷克以为是体内的诅咒 影响了安施雅 因为睡在自己身边 安施雅才会做噩梦 安施雅将布雷克搂进怀里 殿下 和殿下这样待着感觉真好 再这样陪我一会儿吧 这边理查德的父亲 来到贝拉善伯爵宅邸 他向贝拉善伯爵 透露安施雅的现状 皇帝陛下邀请安施雅参加封印记 不仅预定了所有名牌女装店 还为皇太子妃 购入价值不菲的粉算 贝拉善伯爵根本不关心安施雅 这些消息都是他第一次听说 自从安施雅嫁给怪物太子 他们一次也没联系过 没想到这个臭丫头 竟然讨得了皇帝的欢心 贝拉善伯爵案盘算 安施雅 你总算能为家族做点贡献了 贝拉善伯爵的心肝宝贝是戴安娜 理查德的父亲突然提出 他想让戴安娜做他的儿媳 伯爵受宠若惊 如果戴安娜可以成为卡西尔公爵的儿媳 那么将来就有可能登上皇后的宝座 这样一来 他真的可以成为皇帝的岳父了 卡西尔公爵表示 在那之前 他要亲自确认一下 戴安娜是否真的那么优秀 贝拉善伯爵立刻回忆 激动地说道 彻就给您安排 最近几天 安石雅总能在梦中回忆起过去 在父亲眼中 安石雅是家族彻头彻尾的累赘 从小对安石雅恶语相 想让他赶紧去死 那么小的孩子 莫名承受了这些恶意 心里该有多难过 所以才会跳水轻生 杀了安石雅的人 就是他的父亲贝拉善伯爵 安石雅的父亲 贝拉善伯爵突然造访皇太子宫 安石雅让侍女将父亲带去惠客室 贝拉善伯爵坐在沙发上十分不满 可恨的家伙 自己的父亲来了 哪怕是光着脚 也要立刻跑出来才是 竟然让我等了55分钟 就在这时 惠客室大门被打开 贝拉善伯爵回过头怒斥 你怎么才过来 下一秒伯爵惊讶到说不出话来 眼前的女孩光彩照人 身上装饰着价值连城的宝石 而且威风凌云根本不像从前的安石雅 安石雅不卑不亢询问父亲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伯爵冷哼一声 真放肆啊 见到父亲都不知道行李吗 伯爵想打压下安石雅的锐气 没想到侍女在一旁接话 请您对皇太子妃殿下以礼相待 伯爵怒火中烧 区区一个侍女 竟敢在皇太子妃的父亲说话时插嘴 接着 安石雅打断了父亲 请您不要随便指责我的人 贝拉善伯爵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安石雅竟然当面顶撞他 安石雅扭过头 您要是想撒野的话 就请回吧 贝拉善伯爵抬起手 想要教训这个不听话的女儿 安石雅停住脚步 看来父亲您 还没有听说哈梅尔侯爵的事吧 伯爵当然听说过 哈梅尔侯爵企图对安石雅动手 结果不仅手被砍了 绝位也没了 想到这里贝拉善伯爵收回手 安石雅变了 她不再是那个渴望贝爱的傻女儿 现在的她是皇太子妃 处处显露着帝国最高权威女人的模样 为了避免迎来祸端 贝拉善伯爵表情扭曲 向安石雅道歉 安石雅是我错了 那你也不能对父亲这么无情啊 面对父亲的卖惨 安石雅没有丝毫心软 她让贝拉善伯爵立刻离开皇太子宫 今天的事就算了 要是再发生这样的事 我是绝对不会饶恕您的 就这样伯爵大人被守卫 从宫殿那拖走 伯爵大声呼喊着安石雅的名字 安石雅只觉得恶心 那个男人 一定是看自己身受陛下宠爱 就想过来套近乎 方便以后利用自己 这种人渣 安石雅再也不想见到了 被女儿赶走后 伯爵一直在给安石雅写信 当然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废话 安石雅根本没有经历 关注父亲的问题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就是参加皇宫封印记 皇太子妃安石雅 在为皇宫封印记做准备 这些舞会礼仪中 就数跳舞最难了 这边安石雅正在和老师学习跳舞 悠扬的音乐声中 安石雅也不小心崴到脚 光当一声摔倒在地 回观群众一窝蜂涌上来 布雷克最先开口 安石雅你没事吧 安石雅觉得很丢人 尴尬的朝大家摆了白手 我 我没事 老是让安石雅先休息一会儿 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 突然安石雅发现 前几天在厨房里偷吃东西的黑色小猫又出现了 安石雅蹲下身子 热情的让小猫到他怀里来 小猫很不情愿 但还是被安石雅紧紧抱住一通乱摸 安石雅意识到 小猫刚刚也看到他摔倒了 小猫瞄了一声心中暗暗吐槽 明应该先伸左脚 安石雅表示他好像没有跳舞的天赋 小猫又瞄了两声 安石雅以为猫咪在安慰他顿时燃起了希望 既然猫咪这么乖 安石雅决定给他喝锅巴汤 来到厨房里 安石雅盛了一勺锅巴汤喂小猫 看着小猫欢快地喝汤 安石雅顿时被治愈 就在这时 布雷克满头大汗来到厨房 刚才他去和艾德温练习剑术了 看到这只猫 布雷克如临大敌 他怎么还在这里 安石雅将小猫抱进怀里 殿下 你不能对猫猫这样 要爱护他哦 这只小猫是布雷克的眼中钉 布雷克目光乳刀 想把小猫大泄八块 安石雅身边的雄性生物 只要有他一个就够了 见安石雅依旧抱着小猫 布雷克模仿猫咪撒娇的样子 喜欢猫咪了是吗 喵 安石雅被布雷克的可爱模样 击中心脏 天哪 他怎么能那么可爱 下一秒安石雅果然忘记了小猫 跟小猫相比 果然还是老公大人最香 只要是我的老公 我都喜欢 接着安石雅向布雷克 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 还没说出口 布雷克就一口答应 布雷克傻笑着说 只要是夫人的嘱咐 我都会帮忙的 听了这话 安石雅大为感动 他一把抓住布雷克的手 那你陪我一起练舞吧 我想和殿下一起 跳我的第一支舞 皇太子飞安石雅 邀请布雷克陪他练舞 他的第一支舞 想和布雷克一起跳 布雷克笑着点头 好 我会帮你的 安石雅是个舞蹈白痴 原本打算练得熟练一些 再找殿下帮忙 可是练了十天 竟毫无进步 安石雅抓着布雷克的手 我应该会踩到殿下的脚 布雷克表示踩到也没关系 肯定一点也不疼 因为安石雅是精灵 安石雅被布雷克逗笑了 将刚才的担忧抛之脑后 那么我们开始吧 布雷克加好舞姿 与安石雅在宫殿大厅 翩翩起舞 唯美的场面还没持续几秒 安石雅果然踩到了布雷克的脚 下一秒安石雅重心不稳 光当一声撞在布雷克的肩膀上 鼻子被撞得生疼 安石雅眼泪汪汪打起了退堂鼓 我 我好像还是不行 布雷克笑着安慰老婆大人 第一次都是这样你可以的 安石雅这才发现 布雷克明明没有经过正统训练 却跳得比他还要好 布雷克笑着解释 你之前上舞蹈课的时候 我在旁边看着看着就学会了呀 安石雅觉得很不公平 难道只有他是舞蹈白痴 过了一会儿在布雷克的鼓励下 安石雅再次鼓起勇气练习舞步 就这样从白天练到黑夜 安石雅总算勉强跳完了一曲 两人在阳台上看星星 布雷克告诉安石雅千万不要有压力 皇帝陛下跳得比他还要好 所以一定不会出错 到时候大家都会盯着安石雅的脸看 没有人会注意到舞步的 幻想着舞会上安石雅经验四座的模样 布雷克觉得所有人都会为安石雅着迷 他也好想亲眼看一看 布雷克的身份让他无法出席皇宫宴会 想到这里他的神色变得忧伤 安石雅察觉到布雷克的失落 缓住他的肩膀 等你长大就可以参加舞会了 布雷克表情坚定 到时候我一定会守着安石雅的 第二天 安石雅端着一锅豆腐汤来到皇宫 看着眼前热气腾腾 散发着辛辣气味的食物 皇帝陛下脸都黑了 这一看就很重口味 你竟然给我下毒 安石雅丝毫不慌 他让陛下赶紧尝尝 陛下口贤体正直 乖乖成了一勺送进嘴里 安石雅坐在一旁忐忑不安 期待着陛下对新菜品的评价 陛下认真品味 他一边吃饭一边指责陛下 听柯林大人说 您昨晚又熬夜了是吗 陛下立马插开话题 还要送安石雅一份大礼 不如在阿莫利亚皇宫 给你建个玻璃温室吧 安石雅经常为皇帝陛下 送去东方料理 为了表示感谢 陛下决定在皇太子宫 为安石雅建个玻璃温室 皇太子的宫殿既老旧又荒凉 阿莫利亚这个名字 虽然有着爱的含义 但是宫里连个像样的庭院都没有 在冬天很难看到一朵花 陛下打算将宫内的湖填平 在那里建一个温室 就是安石雅曾经掉进去的湖 安石雅明白了陛下的意思 脸盲解释 如果是为了我的话真的不用 当时是因为一不小心才掉进去的 陛下早就决定好了 郑重其事的说道 不能放任不管 毕竟那条湖 差点要了我儿媳妇的命 看着陛下充满杀气的眼神 安石雅只好答应 回到皇太子宫 安石雅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布雷克 但是把湖填平 会不会太可惜了 这两人兴奋的讨论着 要在温室里种点什么 安石雅要种大白菜 有了他就能做辣白菜了 听到新食物的名字 布雷克十分期待 他也要吃 安石雅却说 辣白菜口味太重 等布雷克长大了才能吃 安石雅捏着布雷克的小脸哈哈大笑 他询问布雷克 那殿下有什么想种的花吗 布雷克不假思索的回答 我想种红玫瑰 他有为安石雅种下满园的玫瑰花 红玫瑰的花语是我爱你 也是在求婚时送的花 安石雅攥紧拳头 心中暗暗想着 他真的可以收下布雷克的红玫瑰吗 几天后 终于到了封印机舞会的日子 安石雅早早起床 布雷克还没有睡醒 揉着眼睛问他 安石雅 你现在就要走了吗 安石雅回答 是的 殿下 我要出发了 布雷克为安石雅加油打气 这些天 布雷克一直在笑 虽然只有安石雅收到了皇帝的礼物 只有安石雅学习礼法参加舞会 但布雷克没有一丝难过 一直对他笑 好像只要安石雅开心 布雷克就会开心一样 皇宫封印记当天 安石雅早早起床熟悉打扮 四五个女仆围着安石雅 有的给他涂支甲油 有的设计造型 还有的负责礼服搭配 忙碌了几个小时 安石雅总算装扮完毕 只见他穿着一身粉色礼服裙 头上戴着颜色呼应的粉色花朵 长长的睫毛搭配着水润的嘟嘟唇 浑身上下散发着玫瑰清香 这无疑是皇太子妃最美的一天 女仆妹望着自己的杰作惊叹 真是太漂亮了 今天舞会的主人公 一定是皇太子妃殿下 舞会即将开始 安石雅走出房间 皇帝陛下在楼梯口迎接安石雅 看着这样端庄典雅 光彩照然的儿媳妇 陛下惊呆了 不由得夸赞 你很漂亮 陛下今天也穿上了正装 还特地打理了发型 安石雅又反花痴了 今天 我觉得父皇格外的美 又美形容男人 陛下瞪大了眼睛 满脑子问号 安石雅竖起大拇指 是完美 父皇你很完美 陛下被安石雅 有嘴滑舌的样子逗笑了 他将安石雅伸出手 我们走吧 安石雅将手搭在陛下的掌心 两人就这样手牵着手 走进宫殿大厅 随着守卫的大声通报 所有贵族的目光 聚集到两人身上 下一秒 贵族们齐刷刷的行李 拜见皇帝陛下 拜见皇太子妃殿下 这样盛大的场面 安石雅还是第一次见 心中小说里的主人公 应该是皇帝陛下这样的 要么就是像布雷克一样可爱 怎么会是理查德那种猥琐男 察觉到安石雅的异样 陛下低下头询问 你怎么了 安石雅在陛下耳边低语 我发现在这里 父皇最帅了 安石雅又在拼嘴 皇帝陛下不吃一声笑了出来 这样罕见的场面 让台下贵族议论纷纷 天哪 皇帝陛下竟然弯腰了 刚刚还笑出了声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七嘴八舌的议论 传进安石雅耳中 安石雅不明所以 至于吗 就因为陛下笑了一下 那眼前这个男人 平时到底是什么样的 与此同时 皇帝陛下表情严肃 场下众人瞬间压雀无声 陛下向贵族们宣布 封印记 现在开始 安石雅坐在一旁 心中默念 等陛下打赦结束 舞会将正式开始 即使到现在 他还是想和布雷克 跳第一支舞 就在这时 陛下仿佛与安石雅心有灵犀 他告诉全场贵族 原本可以和儿媳妇 挑第一支舞 但可惜 他的舞蹈实力有所退步 所以将第一支舞的机会 让出来 最后 再一次向光之女神致敬 希望大家能享受封印记 皇帝陛下主动放弃了 与安石雅 挑第一支舞的机会 因为他的心理清楚 安石雅的第一支舞 想和布雷克一起跳 陛下的贴心安排 让安石雅小脸通红 原来陛下一直都知道啊 陛下坐在安石雅身边 不会等着和你挑 你的第二支舞 安石雅向陛下道谢 陛下宠溺的摸了摸 安石雅的头 这一幕让场下贵族 再次骚乱起来 贵族小姐们捂住嘴巴 难以置信 您看到了吗 陛下摸了皇太子妃殿下的头 我们是不是幻听了 陛下好像说了句 可爱的儿媳 这些嫌言碎语 被安石雅禁书听去 安石雅当场射死 他在心底纳闷 坦思泰湾皇帝 平时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舞会正式开始 贵族们一窝蜂涌到安石雅面前 安石雅从容不迫 原来掌握贵族们的基本情况 是皇后和皇太子妃的基本素养 为了不给皇太子丢脸 安石雅做足了功课 与每位贵族谈笑风生 突然 安石雅注意到 站在角落里皱着眉头的贝拉善伯爵 贝拉善伯爵与安石雅四目相对 立刻拽走了身边的女孩 安石雅看着父亲身边 与自己模样相似的女孩 那个人一定是戴安娜 看着戴安娜活泼开朗的样子 安石雅低下头 她应该过得很好吧 下一秒一双皮鞋出现在安石雅眼前 讨人厌的理查德 阴魂不散的出现 安石雅瞬间觉得挡胃口 黑着脸敷衍她 理查德脸皮很厚 不仅夸赞安石雅的美貌 还企图邀请安石雅跳第一支舞 安石雅的耐心逐渐用尽 这个家伙怎么回事 皇太子妃的第一支舞 当然要和皇太子一起跳 贵族们考虑到安石雅的身份 都只是打个招呼就走 理查德竟然敢邀请安石雅跳舞 现实中安石雅扭过头 不客气地表示拒绝 理查德却没有放弃 笑着伸出手 您不用因为跳得不够好 而感到害羞 我会好好引导您的 安石雅满脸黑线 真晦气 理查德竟然真的以为 自己跳舞时理查 虽然这是事实 但也没必要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吧 安石雅大脑飞速运转 想了一个拒绝的好理由 我只想和皇帝陛下 那样帅气的人一起跳舞 听了这话 理查德瞬间脸色铁青 哑口无言 围观的贵族们站在一旁打去 紧握着拳头纷纷离开 安石雅明白 这样的回复 让理查德自尊心受挫 但这已经算是给她面子了 封印记舞会进行到一半 安石雅来到阳台喘口气 此时她无比想念布雷克 成为安石雅之后 还是第一次和布雷克 分开那么久 安石雅想起小兔子一般的丈夫 一定也在皇太子宫 哭哭等她回去忍不住抽气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 请问我可以进去吗 是女孩子的声音 安石雅回过头 眼前出现的是 长相与安石雅十分相似 却明显开朗活泼许多的妹妹 戴安娜 戴安娜许久未见姐姐 无比想念 于是趁着姐姐来到露台 离开父亲身边跟了过来 看见容光焕发的姐姐 戴安娜笑着说道 姐姐 你今天太漂亮了 像天使一样 戴安娜眼泛星星 十分崇拜地盯着安石雅 其实戴安娜非常喜欢安石雅 两姐妹一开始关系很好 但由于被拉圣伯爵的差别对待 他们两个经常被分开 每当戴安娜表示 要和姐姐一起玩的时候 伯爵就会侮打安石雅 于是安石雅 渐渐不愿意与戴安娜接触 到后来戴安娜觉得 她的姐姐是因为她才死的 所以一直背负着这份罪恶感活着 直到戴安娜成年 她就离家出走了 她一直认为 安石雅的死和布雷克的绝望 都是因为她 所以抱着赎罪的想法 来到布雷克身边做侍女 如今安石雅改写了结局 所以戴安娜再也不用 背负着罪恶感活着了 现实中戴安娜十分高兴 刚才舞会上 姐姐和大家打招呼的样子很帅气 看着单纯的戴安娜 安石雅也很开心 两姐妹闲聊了一会儿 戴安娜左股右盼 确定没有人偷窥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 做工精美的小盒子 姐姐 把这个收下吧 安石雅不知道这是什么 双手捧着盒子不知所措 戴安娜向姐姐解释 这是用火灵力制造的保温道具 你拿着这个就不会冷了 原本戴安娜想早点送给姐姐 和一直没有机会 戴安娜表示 这是她偷偷用零花钱买的 父亲并不知情 她让安石雅一定要收下 盛情难缺 安石雅向妹妹道谢 她一定会好好使用的 下一秒 戴安娜感动哭了 姐姐能收下她的礼物 她实在太激动了 安石雅从怀中掏出一个手帕 递给妹妹擦眼泪 戴安娜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手帕 于是询问姐姐 是不是皇帝陛下送的 安石雅恩了一声 戴安娜将眼泪擦干 看来陛下真的很喜欢姐姐 真是万幸 在安石雅看来 戴安娜的笑容无比真诚 没有一丝试探与嫉妒 她的妹妹比小说中描写的还要可爱 夕阳西下安石雅乘马车回宫 忙碌又充实的一天 总算结束了 风影剧舞会结束 皇太子妃安石雅在天黑之前赶回宫 布雷克早早等在门口 看见安石雅下车 短暂的分离让布雷克变得更加黏人 抱着安石雅久久不愿撒手 脱掉繁杂的礼服 卸下厚厚的妆容 安石雅躺在床上觉得无比轻松 布雷克十分期待安石雅今日的见闻 安石雅表示 今天一天 他紧张到无法呼吸 但又觉得很新鲜很有趣 布雷克以为安石雅一定和陛下跳舞了 安石雅笑着摇了摇头 他的第一支舞只想和布雷克一起跳 房间内陷入短暂的沉默 布雷克钻紧背单 陛下头对安石雅说道 你应该和陛下一起跳的 那样的场合我根本去不了 安石雅握住布雷克的小手 他早就说过 殿下身上的诅咒一定会被解除 而且今天 安石雅还见到了那个 可以帮殿下解除诅咒的人 他是个漂亮又可爱的孩子 想到这里安石雅请求殿下 等将来您诅咒解除了 一定要和我跳舞 安石雅表面上笑得无比灿烂 实际上内心有着无尽的酸楚 布雷克意识到安石雅的不对劲 那是当然的啊 除了你 我还会和谁一起跳舞 安石雅的一场表现让布雷克很不安 他越想越害怕竟然哭出了声 比起诅咒解除 他更担心安石雅离开 安石雅 不要离开我 我只有你了 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帮你实现的 布雷克情绪激动 摇晃着安石雅的肩膀 他想听到安石雅肯定的回答 安石雅也被布雷克惹哭了 他抱住布雷克轻拍他的后背 布雷克眼泪汪汪 嘴里只是重复着那几句话 答应我 你不会离开我的 安石雅知道 只要他说不会离开 布雷克就会停止哭泣 然而这一刻 他却说不出那些 经常挂在嘴边的谎言 黑暗的房间内 布雷克仍在祈求 安石雅总算说出那句 我不会离开你的 就算答应了布雷克 安石雅也知道 那是假的 他已经开始计划离开了 安石雅的存在 只是为了守护布雷克的童年 而布雷克需要和原助理的戴安娜相爱 才能解除身上的诅咒 并且 如果理查德和原助一样 设下轨迹 战扰戴安娜的话 安石雅必须将理查德解决掉 才能放心离开 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安排布雷克与戴安娜见面 皇太子妃安石雅 安排布雷克与妹妹相见 布雷克背着安石雅 让汉斯给他准备了新衣服 安石雅上下打量着 穿戴整齐的布雷克 以为是与初恋见面 所以格外激动 其实布雷克只是害怕 小姨子不喜欢他 怀着见家长的紧张心情罢了 安石雅帮布雷克打好领结 让他不要担心 虽然他们比原助中更早见面 但这一定会比太晚见面要好 约定的时间到了 安石雅与布雷克站在宫殿门口 迎接戴安娜 戴安娜跳下马车 给了姐姐一个结实的胸抱 再次见到姐姐戴安娜无比兴奋 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甚至得知消息后激动的一夜无眠 戴安娜在姐姐面前秒变小狗狗 疯狂蹭着姐姐的胸口 完全无视了站在一旁的布雷克 安石雅提醒妹妹 要向皇太子殿下行礼 戴安娜这才恭恭敬敬敬的行礼一礼 两人客套地打着招呼 安石雅刻意为两人制造独处的机会 虽然心如刀割 但她不得不这么做 离开皇太子宫 安石雅来到图书馆翻阅古籍 此时安石雅心不在焉 满脑子都是布雷克与戴安娜在一起的画面 虽然安石雅和戴安娜是姐妹 但这并不能阻碍布雷克和戴安娜在一起 在这个世界里 即使政治联姻的两人分开了 这种婚姻关系 依旧可以继承给自己的兄弟姐妹 因为比起个人 家族的结合更为重要 抛开国家的文化传统 一想到布雷克会因为其他女人与自己离婚 安石雅还是会觉得气愤 下一秒安石雅的理智战胜了情感 不能像个十岁小孩子一样赌气 布雷克和戴安娜在一起 这才是最好的 与此同时 安石雅正在查阅 关于光魔法的古籍 她的心底还存有一丝侥幸 如果自己学习光魔法 是不是也有机会解开布雷克的诅咒 时间差不多了 安石雅捧着一落书回到皇太子宫 她在心底暗自猜测 这段时间 布雷克和妹妹应该亲近了许多吧 没想到刚走进门口 就听到了两人的争吵 安石雅心中一惊 她是想让两人感受下命运般的爱情 怎么还吵起来了 推开大门后 安石雅看见两人仿佛要打起来 于是大声询问 你们这是怎么了 布雷克气喘吁吁 小姨子总是说一些荒唐的话 戴安娜不甘示弱 殿下宁才是 不要再强词夺理了 安石雅企图让两人冷静一下 可两人竟自顾自幼吵了起来 是我更喜欢姐姐 完全打消了全家的念头 原来小孩子们会因为这些吵架吗 女主和男二见面 为什么会因为我吵起来 真是不可思议 看着布雷克与戴安娜越吵越凶 安石雅决定不管他们 反正这样 他们也算是变亲近了 皇太子妃安石雅 就这样在皇太子宫度过了平淡的两年 这天安石雅一如既往在厨房烹饪东方料理 布雷克闻到香味找到这里 从背后抱住安石雅 今天喝酱豆汤吗 一定很好吃 吃完饭后布雷克要去练习剑术 安石雅的妹妹戴安娜也来了 两个小冤家见面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在这世上 没有人比我更爱安石雅 戴安娜在这俐落的马胃 双手抱胸满脸的不服气 所以 您是在无视我们的血缘关系吗 安石雅站在一旁 渐渐地看着两个小鬼头 都过了两年 他们还是老样子 戴安娜嘲讽布雷克 你们都还没亲过嘴 这句话让布雷克如遭雷击 小脸张红 发现布雷克快哭了 安石雅赶紧站出来打圆场 你们不要吵了 该去训练了 看见姐姐为布雷克整理领结 戴安娜吃醋了 嘟起小嘴很是生气 她和布雷克打赌 看谁能先到练武场 布雷克还没反应过来 戴安娜率先冲了出去 趁此机会 戴安娜嘲讽布雷克 殿下的爆发力可真差呢 就在这时 女仆来到安石雅身边 望着奔跑的两人笑着说道 黄太子殿下 和贝拉善小姐的关系真好 安石雅倒是没觉得他们关系好 在安石雅眼里 两人就像兔子和比格犬 一见面就掐家 女仆却说 黄太子殿下能有这么好的朋友 真是太好了 一只微风吹过 安石雅在心底默默想着 就像女仆所说 他们看起来确实只像朋友 完全没有成为恋人的可能 这下 安石雅总算放心了 经过两年的纠结 安石雅打算诚实面对自己的心 她不想离开 她想一直陪在布雷克身边 这里有兔子般可爱的丈夫 帅气的公公 像比格犬一样可爱的妹妹 安石雅想和他们永远在一起 但现实不可能这么美好 等到布雷克成年 她身上的诅咒还没有解除的话 那么安石雅所拥有的一切 都会全部破灭 若是到那时候 都没有找到解除的方法 只能抛下一切离开 但是 安石雅坚信 黄太子殿下的诅咒 一定会解除的 现实中安石雅 犹如保护殿下的女战士 她信心满满 一定能有办法完美解决 黄太子非安石雅 坚定了内心的想法 她要留在布雷克身边 与此同时 她向皇帝陛下说明情况 贝拉善家族的光能量继承人 可以解除诅咒 若是戴安娜与布雷克相爱 诅咒就会消失 皇帝陛下半信半疑 布雷克也知道了这件事 但她十分坚定 她的夫人只有安石雅一个 只要能和安石雅在一起 诅咒什么的都无所谓 有安石雅在身边 布雷克别无所求 又过了两年 黄太子宫发生了许多变化 小胡被填平 陛下在宫内建了一座玻璃温室 还有练武场和小型菜地 宫里进来了一些新的侍从 虽然数量不多 但都是可以信任的人 安石雅在宫里种满了大白菜 大白菜年年丰收 安石雅无比满足 作为帝国权威最高的女人 安石雅开始接手皇室政务 原本这些都应该是皇后做的 但坦斯泰文皇帝实在没有再婚的想法 于是赐给安石雅塞帕宫 并在皇宫的第三层 为安石雅单独安排了办公室 所有人都很羡慕安石雅 但其实皇宫的第三层不仅是办公室 还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 里面收藏着许多关于诅咒和魔法的史书 这里是为了寻找解除皇太子诅咒的秘密研究空间 原著小说中理查德散布谣言 说古代黑魔法中有一种邪术 可以将女神的诅咒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被谣言所骗的皇帝陛下为了救布雷克 想要自己代替布雷克接受诅咒 结果在土中丧命 如今安石雅一定要阻止这件事发生 虽然卡西尔公爵和理查德现在很安静 但实际一到 他们一定会和原著中一样使用卑类的手段 所以 安石雅在皇宫深处建造了密室 他在填平小湖时发现了一块非常重要的石板 那是原著中没有出现过的东西 石板上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 感觉上面有些重要线索 但魔损太严重已经看不清了 就在安石雅聚精会神研究石板时 密室大门被打开 安石雅吓得一机灵 是谁 眼前出现的人影显然是坦斯泰文皇帝 看见父皇安石雅瞬间喜笑颜开 皇帝陛下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安石雅傻笑着夸赞父皇 您今天也很帅气哦 陛下对安石雅的贫嘴早一见怪不怪 安石雅却说 我听说您 可是社交界里所有女人的初恋呢 听了这话皇帝陛下有些害羞 只能用抓头发掩饰 经过两年的相处 安石雅完全了解了陛下 探斯泰文皇帝 是个看起来十分冷酷 其实很随和很好相处的人 皇帝陛下将安石雅当作亲女儿看待 深夜前来密室 是为了让安石雅早点休息 陛下十分心疼儿媳妇 自从安石雅开始查阅古籍 就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安石雅的身上散发着无尽的能量 这些都是她喜欢的事情 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会觉得累 陛下摸了摸安石雅的头 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 安石雅刚想反驳 陛下让她不要再唠叨了 快点回宫吧 虽然安石雅满脸的不情愿 但也不能违背陛下的指令 只好乖乖回宫休息 第二天一早 布雷克与戴安娜在练五场练习剑术 两人针锋相对 戴安娜虽为女儿身 却一点也不比布雷克差 下一秒趁布雷克不注意 戴安娜回五目剑 朝布雷克的脑袋猛攻 布雷克姐姐败退 就这样练习了几个小时 两人累坏了 扑通一声倒在草坪上休息 戴安娜询问布雷克 为什么一直让着她 因为是女生所以照顾她吗 布雷克表示 你是安石雅的妹妹啊 其实戴安娜也在比试中有所保留 她可不想伤到姐姐的丈夫 两人躺着休息了一会儿 布雷克突然问起戴安娜 你为什么想当骑士呢 戴安娜抬起手 她想变强 布雷克不理解 堂堂大小姐为什么要变强 戴安娜透过指缝 看到七彩的阳光 然后攥紧拳头 只有变得更强大 才能保护姐姐 这些年来 戴安娜身为妹妹 没能为姐姐做过任何事 布雷克却说 至少你能一直陪在她身边 戴安娜 万一我死了 安什雅就拜托给你了 听了这话 戴安娜猛地坐起身子 谁都不会死的 你想让我的姐姐变成寡妇吗 布雷克没想到 戴安娜的反应如此激烈 一时雨色 戴安娜接着说道 你明知道我姐姐有多么喜欢你 还随意说这些话 如果殿下死了 姐姐会有多伤心啊 布雷克姐姐巴巴 提到身上的诅咒 戴安娜再次打断她 攥紧拳头怒气冲冲 诅咒一定会解除的 如果你以后再说这种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们要同心协力守护姐姐 一阵微风吹过 布雷克在戴安娜的鼓励下 燃起了信心 戴安娜举起木剑 有些中二的对布雷克大声说道 作为骑士 我们来做约定 布雷克愣住了 下一秒他站起身子 举起木剑与戴安娜约定 两人一起守护世界上最好的安什雅 皇太子妃安什雅 一如既往红布雷克睡觉 布雷克身上的诅咒纹样 和两年前一样没有恶化 不知道是因为提前遇到了戴安娜 还是因为安什雅 为解除诅咒做出的那些努力 无论如何都是万幸 安什雅剥了剥布雷克额前的刘海 没想到这样的小动作 把布雷克吵醒 布雷克揉了揉眼睛 然后握住安什雅的手 你的手很温暖 有你在身边我就会做好梦 这段时间布雷克经常在夜里做噩梦 只有安什雅在身边时 他才能睡个好觉 安什雅轻拍布雷克的后背 明天一早还有训练 他让布雷克早点睡 接着安什雅唱起家乡的歌谣 宝宝快点睡 外面天黑风又吹 布雷克猛的睁眼脸色铁青 他才不是宝宝 安什雅满脸无辜 在他眼里 布雷克一直都是可爱的宝宝啊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 惹得布雷克困意全无 看着布雷克大受打击的样子 安什雅有些无奈 小孩子不想被说成小孩子 看来全世界的小孩子都一样 为了哄布雷克乖乖睡觉 安什雅妥协了 我的小相公赶快睡觉啦 布雷克还没消气 他一点也不小 第二天布雷克仍旧愁眉不展 他的个子是三个人中最矮的 比戴安娜还要矮 望着测量身高的树干 布雷克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高啊 就在这时 安什雅叫布雷克吃午饭 布雷克显然还在赌气 有过头说他没胃口 安什雅以为布雷克哪里不舒服 布雷克垂下头 就算吃的再多 也长不了个子 原住中布雷克的个子不算矮 理查德的身高是185 布雷克只是比他矮了一点点 那最少也是175以上 安什雅抓着布雷克的手 行去善诱 殿下 今天是我做的东方料理 真的不吃吗 听到老婆大人亲自下厨 布雷克两眼放光 安什雅笑着对布雷克说道 是的 所以快去吃饭吧 这边贝拉善伯爵府 戴安娜躲在房间练习剑术 她会见的动作还不流畅 就在戴安娜一遍一遍矫正动作时 她的父亲 贝拉善伯爵突然推开门 戴安娜吓坏了 贝拉善伯爵面色不善 质问女儿这是在做什么 戴安娜心虚地将木剑藏在身后 我什么也没做 然而伯爵早就看穿了一切 一把抢走女儿手中的木剑 这些年 伯爵教了女儿那么多贵族礼仪 女儿竟然背着她挥舞木剑 手上长了茧子怎么办 因为安什雅那个臭丫头无视自己 贝拉善伯爵在社交圈成为了一个笑话 但只要戴安娜能嫁到卡西尔公爵家 就可以一血前耻 伯爵语气严厉教训女儿 戴安娜 你要好好听我的话 以后才能成为优秀的女人 下一秒伯爵脸色阴沉 带着威胁的语气命令戴安娜 将这个影像师藏在皇太子的宫殿里 戴安娜难以置信 父亲大人竟然想让她当间谍 戴安娜不愿为父亲打探皇太子殿下的消息 也不愿成为家族联姻的道具 于是被伯爵接接失失扇了一巴掌 贝拉善伯爵向她下达最后通牒 明天是你最后的机会 如果你明天还没将影像师放好的话 我就立马安排你家人 欢恩的房间里 伯爵拿着藤条一下一下 抽打戴安娜的小腿 以后再也不许说 要当骑士那种胡话了 第二天戴安娜手捧影像师 坐在前往皇太子宫的马车上 戴安娜想把这些告诉姐姐 可是姐姐已经背负了许多 不仅没有自己的梦想 还被迫嫁给了被诅咒的皇太子 她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让姐姐帮忙 这一切都是戴安娜自己的错 转眼间帝国下起了出血 安世雅站在窗边欣赏雪景 戴安娜却窝在沙发上 整个人呆呆的 这些天 戴安娜一直无精打采 安世雅歪着头询问妹妹 戴安娜 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戴安娜心中一惊 随即表示什么事也没有 敏锐的安世雅有些怀疑 戴安娜立马跳了起来 装就活泼的样子 我想打雪仗了 皇太子 我们去打雪仗吧 布雷克坐在椅子上看书 天生喜惊的她并不想出去 戴安娜使出激将法 你是因为害怕所以不敢去吧 这招果然有用 布雷克换好衣服 来到户外与戴安娜打雪仗 砰的一声 一个说大的雪球 砸在布雷克额头上 戴安娜站在一旁 幸灾乐祸 哈哈 现在 你的脸和雪人一样了 布雷克坐在地上很不服气 他还在堆雪人 戴安娜却搞偷袭 看着两人在雪地里玩得十分开心 安世雅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女仆让安世雅也去和他们一起玩吧 安世雅表示拒绝 她不喜欢雪 而且玩雪会把手动坏 听了这话 女仆忍不住笑出声 有时候看皇太子妃殿下 觉得不像十岁的孩子 像是和她一样的同龄人 安世雅无比震惊 她的真实年龄竟然被人看穿了 于是笑着打马虎眼 为了证明自己还是小孩子 安世雅套上披风来到雪地里 与戴安娜布雷克一起玩起了雪 女仆站在窗边看着欢快的三人 忍不住加入了他们 冬天里的第一场雪 戴安娜带着布雷克在雪地里打雪仗 完了一下午 戴安娜的衣服湿透了 安世雅让妹妹和自己一起洗澡 再换身干净衣服 戴安娜连忙摇头 不 不用了 我回家洗就可以了 安世雅却说天气这么冷 这样会感冒的 雪水顺着戴安娜的小腿往下流 安世雅察觉到妹妹的异样 怀疑戴安娜是不是受伤了 她的脸颊有点肿 刚才打雪仗时还总摔倒 看着妹妹支支吾吾的样子 安世雅让戴安娜说实话 她一把握住妹妹的手 蹲下身子满脸真诚 你再继续说谎的话 姐姐我会伤心的 两人四目相对 戴安娜将父亲指示她当间谍 还逼她家人的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安世雅语气中略带责备 为什么不跟我说 这种事情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戴安娜一边抽气一边解释 她心里害怕 若是姐姐知道了 再也不让她来红太子宫怎么办 安世雅不明白 戴安娜为什么会这么想 戴安娜委屈巴巴询问姐姐 姐姐 难道你不讨厌我吗 其实安世雅很喜欢戴安娜 那个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小孩子 但现在 戴安娜问的并不是重生后的安世雅 而是她真正的姐姐 在原著中 安世雅也从没讨厌过戴安娜 安世雅 贝拉善并不讨厌你 这句话 是安世雅听重生前的自己说的 把话说开 戴安娜心中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她把眼泪擦干 笑着向姐姐道谢 晚上 安世雅陪戴安娜洗澡 换上干净的衣服 让她躺在自己的床上睡觉 看着戴安娜小腿的伤痕 安世雅十分心疼 她万万没有想到 贝拉善伯爵能用鞭子 抽打戴安娜 还威胁戴安娜做间谍 安世雅攥紧拳头 她不会再容忍贝拉善伯爵了 垃圾 就应该立马被扔到垃圾桶里去 咚咚咚 一只敲门声传来 布雷克从门外探出脑袋 戴安娜刚睡着 安世雅今晚要陪妹妹一起睡 布雷克让安世雅放心 不用在意她 她牵着老婆大人的手安慰道 安世雅 这些不是你的错 所以 你不要自责 由于戴安娜久久没有回宫 贝拉善伯爵找来皇太子宫 守卫们拦着不让她进去 伯爵站在门口大声嚷嚷 都给我让开 我可是皇太子妃的父亲 守卫汉斯向贝拉善伯爵 传达皇太子的指令 皇太子殿下下令 禁止贝拉善伯爵进宫 听到是皇太子的命令 贝拉善伯爵怒火中烧 就凭她一个被女神抛击的怪物 还敢拦我 皇太子布雷克 得知了贝拉善伯爵的恶行 一改往日的小白兔作风 变身大灰狼让守卫将伯爵拦在宫外 伯爵与守卫发生争执 就在这时 皇太子布雷克突然出现 守卫们齐刷刷的向布雷克行李 布雷克表情冷漠 让守卫将伯爵带去温室 外面是寒冷的冬天 玻璃温室里却开满了红玫瑰 布雷克坐在椅子上 悠闲的喝着红茶 贝拉善伯爵神色慌张 虽然布雷克是他的女婿 可自从婚礼后 伯爵被这样尖锐的眼神吓得往后退 他将茶杯放下打算逃走 我还有约在身 所以带上戴安娜就马上回去了 布雷克表示戴安娜已经睡着 伯爵立马接话 那他明天再过来 布雷克却说你不用来了 以后戴安娜会在皇太子宫生活 听了这话伯爵意识到 他的丑事已经全部败露 于是咬牙切齿质问道 殿下 我的女儿是不是和您说了一些胡话 伯爵编了一堆借口 往戴安娜身上泼脏水 戴安娜不仅谎话连篇 还妄想成为皇太子妃 所以我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布雷克抓住重点 你也经常这样教训我的夫人 贝拉善伯爵认为这很正常 安什雅是长女 势必会对他严格一些 这是爱子心切 布雷克将茶杯放下 脸色阴沉 见布雷克没有反应 贝拉善伯爵咄咄逼人 呈惶恐 皇太子殿下 您所生的时间并不多了吧 如果你离开了 安什雅还是要依靠贝拉善家族的力量 若他以后继续对他的生父 我如此刻薄的话 他会在社交界受到辱骂 地位也会随之下降的 你真令人作呕 布雷克眼神坚定 对着面前的岳父说出这句话 我是不会死的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 在伯爵脑中响起 伯爵被吓坏了 难道布雷克 已经找到了解除诅咒的方法 布雷克双手交叉 一脸认真的说道 我答应了安什雅 不会死的 意识到是小孩子的玩笑话 伯爵松了一口气 他让布雷克面对现实 布雷克表示 就算他死了 安什雅也不会回那个家 伯爵轻蔑地笑了笑 那他还能去哪儿 心里根本不把布雷克当一回事 就凭你一个怪物也敢嚣张 布雷克黑着脸 把伯爵的心声 一字一句读了出来 你是在想 我一个怪物也敢嚣张是吗 伯爵脊背发凉 痘大的汗珠从脸颊滑落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布雷克能读取他的想法 皇太子布雷克将被拉扇伯爵 带到玻璃文室 伯爵内心的一案想法 被布雷克一一猜中 面对这个心术不正的男人 布雷克将布板诅咒纹样的手 覆盖在他的手上 女神的诅咒 像传染病一样 是可以传染给别人的 伯爵浑身颤抖 想把手抽出来 可布雷克力气太大 他的手竟然稳死不动 这个孩子的力气 怎么会这么大 不对 这不是力气 而是有什么东西 被吸进去的感觉 就在伯爵无比惊恐 怀疑人生时 布雷克斜灭一笑 这些传言都是真的 下一秒桌子上 蹦射出蓝色闪光 伴随着伯爵的尖叫 他的手上竟然出现了 和布雷克一模一样的 诅咒纹路 伯爵浑身剧痛 哭喊着在地上打滚 布雷克站起身 自面无表情 语气冷漠地说道 给我从安什雅身边消失 永远不要再出现 滚吧 第二天一早 安什雅早早起床 但安娜还在睡懒觉 安什雅换好衣服 来到布雷克的房间 只见布雷克领口敞开 坐在床边 看见安什雅 脸上的表情瞬间切换 从冷漠变成喜悦 安什雅发现黄太子 脸色苍白 他不会是一夜没睡 布雷克没有承认 可安什雅的直觉告诉他 布雷克就是没睡 什么事都瞒不过老婆大人 布雷克很心虚 安什雅不在身边 他根本睡不着 安什雅刚想责备 布雷克从怀里 掏出一只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来 说下这个 布雷克去温室时 发现玫瑰开得太漂亮了 于是摘回来送给安什雅 安什雅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露出羞涩的笑容 谢谢 很漂亮 就在安什雅伸手去接玫瑰时 布雷克摇晃着身子 从床上摔倒在地 转移诅咒给布雷克的身体 带来了副作用 此时他的身体十分虚弱 跪在地上头晕目眩 安什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脸忙起身去喊御仪 布雷克一把抓住安什雅的手腕 不要 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了 安什雅刚想说什么 布雷克抱住他的腰哭哭哀求 你不要走 就这样两人手牵手 躺在床上睡了一整个白天 当安什雅醒来时 感到了一丝凄凉 好像做了弱梦 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此时布雷克躺在床上 张着楚楚可怜的大眼睛 盯着安什雅 安什雅伸手捋了与布雷克的头发 布雷克小脸通红 安什雅还以为他发烧了 布雷克却说 脸红是因为你在乱摸我啊 安什雅笑容僵硬 收回了不安分的手 布雷克随即钻进安什雅的怀里 抓住安什雅的手腕放在脖子上 这波欲去怀迎的操作 标得安什雅老脸一红 安什雅觉得 他之前单纯无害的小巷公被奸诈了 还是说他想多了 贝拉善伯爵对皇太子殿下大不敬 皇帝陛下将贝拉善伯爵 摊排到了混沌山谷西部的小岛上 名义上是任命他守护小岛 实际上就是流放 还有传闻说伯爵已经疯掉 无论是真是假 没有人会同情他 因为这都是他自食恶果 从那之后 戴安娜留在皇太子宫生活 开始准备骑士学院的入学考试了 这天下午 安什雅为妹妹泡好红茶 戴安娜正在学习理论知识 她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 可以一边喝着姐姐的茶一边看书 简直到达了人生巅峰 一切都是姐姐的功劳 戴安娜也翻星星滑身笔格犬 摇着尾巴向姐姐示好 马上就要考试了 这些天戴安娜也已近日看书学习 安什雅希望妹妹不要太累 今年不行还有明年 戴安娜却说不可以 她才不想叫比自己小的孩子前辈 戴安娜不像其他贵族一样 依靠推荐信入团 还是要堂堂正正考进去 能有这样的妹妹 安什雅内心无比骄傲 这样安逸又充实的日子过得很快 考试结束 戴安娜果然成功考进骑士团 还取得了第九名的好成绩 拿到成绩单后 戴安娜并不开心 安什雅以为妹妹对名次不满意 实际上这个名次比她预想的还要好 她难过的事情 是即将要和姐姐分开 安什雅趁机柔年戴安娜肉肚肚的小脸 那你就别去了 和姐姐一起生活吧 虽然很舍不得姐姐 但成为女骑士是戴安娜的梦想 她让姐姐等她六年 六年后 她学成归来 再回来看望姐姐 六年 不知道那是 安什雅能不能解开布雷克身上的诅咒 还是已经抛下一切 准备离开了 想到这里安什雅有些恍惚 戴安娜的声音把姐姐拉回现实 她抓着姐姐的手 我们约定好了 姐姐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安什雅是援助中皇帝陛下中了理查德奸计 丢掉性命的一年 但是 如今安什雅守在陛下身边 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安什雅穿着水蓝色的礼服裙 带着价值连城的珠宝 牵着陛下的手参加新年舞会 宫殿大门打开 守卫们齐刷刷下两人行礼 如今参加这种场合 安什雅已经不会紧张了 舞会上贵族们谈笑风声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 安什雅穿过人群 企图找个角落休息 就在这时 理查德从身后叫住安什雅 您今天也不跳舞吗 安什雅看都不想看她一眼 立马一看视线敷衍道 是的 理查德切而不舍邀请安什雅 如果不积累经验的话 就不会有进步的 安什雅冷哼一声 没想到理查德这么爱下操心 就在这时 丹安娜一路小跑来到姐姐身边 我姐姐跳舞很好的 理查德反问 难道是自己在家偷偷练习了 还真是可爱 丹安娜皱着眉头反驳 姐姐才不是为了 让你觉得可爱才去练习的呢 面对这个咄咄逼人的小鬼头 理查德让她羞得无礼 丹安娜却装作没听见 拉着姐姐的手腕就要离开 两姐妹起心协力 把理查德气得不轻 只见理查德独自一人站在原地 双手插腰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丹安娜将姐姐带来庭院的椅子上坐下 身为女骑士 丹安娜不习惯穿高跟鞋 才穿了半天就觉得脚很疼 丹安娜一边揉搓着不舒服的小腿 一边抱怨 以后再也不要穿这样的鞋子了 妹妹活泼可爱的样子 把安士雅逗笑了 原住中丹安娜是柔弱的女主 现在却变成这样 不过也很可爱 突然安士雅询问妹妹 你觉得理查德这个人怎么样 丹安娜想也不想脱口而出 讨厌 安士雅当场实话 只是见了一面就讨厌上了 想起那个男人 丹安娜感到不适 理查德浑身上下 散发着讨人厌的气息 感觉很晦气 一样被理查德吸引 现在可以怂一口气了 丹安娜反问姐姐 那你呢 安士雅露出不屑的眼神 我也讨厌 舞会还没结束 可能因为是新年 已经过了午夜 贵族们还在欢快地跳着舞 安士雅在外面休息了一会儿 便领着妹妹回到宫殿 时间已经过了午夜 皇宫新年舞会还在继续 安士雅回到大殿 在皇帝陛下身边坐下 他还想陪父皇喝杯红酒 塔斯泰文皇帝 明白了安士雅的心意 向他带来皇宫的天台 这里是整座宫殿的最高处 可以将皇宫所有景色 尽收眼底 陛下端着红酒杯 笑着回忆起布雷克的小时候 小布雷克每次玩捉迷藏 都会躲在这里 想起布雷克 孤独的在皇太子宫度过新年 安士雅请求父皇 您可以来阿摩利亚宫殿吗 就当做是新年礼物 殿下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皇帝陛下沉思片刻 他害怕这样的举动 会给布雷克带来更大的伤害 安士雅却说 您无需考虑太多 殿下的诅咒一定会解除的 只要皇帝陛下身体健康 就不会有人能伤害到皇太子殿下 想到这里 安士雅再次强调 如果有人说 可以将女神的诅咒 转移给其他人 那种事情根本不存在 若是从哪里听到这种谣言 千万不要相信 尤其是卡西尔家族的理查德 皇帝陛下被安士雅逗笑 他怎么会被一个小孩子骗到呢 安士雅突然意识到 陛下当然不是会轻易被骗的人 但是在原著中 皇帝陛下中理查德奸计 是有原因的 又想保住布雷克的性命 于是使用了黑魔法 导致最终失去生命 安士雅向陛下保证 他一定能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 只要陛下相信他就好 面对这个逞强的小女孩 陛下心疼的揉揉揉安士雅的脑袋 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守护 所以我不会轻举妄动的 需要去守护的孩子 一个是布雷克 另一个就是安士雅 在陛下心中 安士雅的地位和布雷克一样高 都是他的孩子 按照原著剧情 皇帝陛下今年就会死 但安士雅一定要守护好陛下 绝对绝对 不能让意外发生 今天是戴安娜离开皇太子宫 正式入住骑士团的日子 一见面就要吵架的戴安娜和布雷克 此时终于停止了争吵 两人依依不舍 戴安娜将姐姐托付给布雷克 布雷克满脸严肃 让戴安娜路上注意安全 六年后他们在讨论谁更喜欢姐姐 提到这个问题 两人画风突变 再度针锋相对 安士雅站在一旁打圆场 好了 我们快出发吧 再耽误下去入学典礼就要迟到了 安士雅作为姐姐要去送戴安娜入学 她笑着向布雷克道别 殿下 我去去就回 两人坐上前往骑士学院的马车 布雷克站在皇太子宫门口 目送两人离开 车厢内 戴安娜从怀里掏出一个做工精致的小盒子 这是贝拉善伯爵离开前留给戴安娜的 贝拉善家族的家主戒指 和釜底的钥匙 现在戴安娜要将她送给姐姐 安士雅受宠若惊 她不能收下这些 戴安娜握住姐姐的手 其实贝拉善家族之前就濒临破产 多亏来安士雅的母亲达理 才勉强支撑下来 现在这个家拥有的大多数财产 也属于安士雅的母亲 母亲死后 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安士雅的 听了妹妹的肺腑之言 安士雅无比感动 谢谢你 戴安娜却说 谢什么 是现在才还给你 随着马车的一路颠簸 两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骑士学院 戴安娜像个真正的骑士一样 搀扶着姐姐下车 下一秒骑士学院门口的 守卫们吹响号角 声势浩大的迎接两人 这是皇宫骑士团 看来是皇帝陛下 为安士雅准备的欢迎礼 过了一会儿 骑士学院入学典礼正式开始 戴安娜坐着领队 带着新生往前走 安士雅坐在VIP贵宾席馆里 所有女骑士中 还是戴安娜最帅气了 典礼结束 戴安娜向姐姐 行了个标准的骑士礼 姐姐 我走了 两姐妹依依不舍 握着对方的手 想再多待一会儿 安士雅让妹妹 一定要给她写好多好多的信 戴安娜笑着向姐姐挥手道别 嗯 我会写好多好多的信的 入学典礼结束 安士雅也该离开了 她紧握手中的贝拉善家族钥匙 这份沉甸甸的礼物 是她未来将要肩负的使命 以后安士雅就是贝拉善家族家主 夕阳西下 忙碌了一天的安士雅 也该回皇太子宫了 她的小相公还在等着她呢 皇太子妃安士雅 正式成为贝拉善家族家主 从骑士学院回去后 安士雅的手上捧着一块影像石 那是她带去记录戴安娜入学的影像 再带回来给布雷克看到 首位看着戴安娜身穿骑士装 威风凛凛的样子 感觉判若两人 布雷克也难得夸奖了一次小姨子 看完影像石里的画面 布雷克发现 竟然没有拍到安士雅 安士雅笑着白白手 毕竟这不是她的入学电力啊 首位站在一旁两眼放光 不是的 安士雅毫不知情 怎么还拍她了 还拍了那么多 这都是陛下的命令 派去骑士团 不仅是为了迎接安士雅的道场 还有这样一个用途 安士雅满脸黑线 这么贵重的影像石 就被父皇如此草率地用掉了 安士雅手持影像石有些不解 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女仆从一旁探出脑袋 这应该是礼物吧 礼物 看着身旁写笑颜开的布雷克 安士雅明白 原来这是父皇送给布雷克的礼物 毕竟布雷克 不想错过安士雅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布雷克拿着影像石爱不释手 每一刻都要反复观看 安士雅欣慰地笑了 看来她的小相公很满意这个礼物呢 第二天 安士雅拿着贝拉善家族的钥匙 回到了那个噩梦一般的家 贝拉善家族 是伟大的光魔法师的后代 曾与开国皇帝一起创建帝国 但因开国皇帝的背叛 愤怒的光之女神 收回了分布家各地的光能量 所以光之继承人的能力也被逐渐削弱 随着时光的流逝 如今人民已经无法认出 谁是光之继承人了 安士雅就在马车上回忆着这些往事 即便如此 贝拉善家族也算是个历史有久的光能量家族 在贝拉善家族的房间里 应该会有关于光魔法或者诅咒的书籍 这次回家 安士雅想看看伏底里 有没有解除诅咒的线索 女仆陪着安士雅一同回家 推开书房大门 安士雅发现 贝拉善作为历史有久的伯爵家族 藏书的数量和质量却很差 只有几本后一点的魔法书籍 但都没有人阅读过的痕迹 上下的那些都是安士雅读过的 既然书房没有线索 那就去仓库看一看吧 安士雅抱着一丝希望打开仓库大门 眼前出现的画面让安士雅大吃一惊 贝拉善家族的仓库金币辉煌 里面有无数成金打造的珠宝首饰 还有数不清的贵重宝石世界名画 仔细打亮一圈 除了这些宝物 根本没有关于如何解除诅咒的书籍 就连有观光魔法继承人的资料也没有 皇太子妃安士雅在贝拉善家族宅邸 没有找到一丝关于解除诅咒的线索 天色渐暗 安士雅带着女仆失落的离开 望着马车歪的景色 安士雅的脑海 不由自主回忆起痛苦的童年 你当时就应该和你母亲一起死掉 一看到你这张脸 我就觉得恶心 安士雅头晕脑胀 感觉下一秒就要吐出来 女仆关切的询问安士雅 皇太子妃殿下 您还好吗 需要停车吗 马车停在贝拉善釜底的路边 下车后安士雅仍旧很不舒服 女仆十分担忧 安士雅却说没关系 只是有些晕车 下车偷偷去之后就好多了 这样怪异的感觉还是第一次 明明不是真的安士雅 却不知为何每当浮现她的记忆 安士雅的心情就会变得无比沉重 在草坪上休息了片刻 安士雅觉得好多了 于是决定重新处罚 就在这时 安士雅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理查德 理查德面色沉重 口中喃喃自语 仿佛在和什么人对话 安士雅意识到 难道今天就是那一天了吗 让理查德人生翻天覆地的那一天 理查德的妈妈是罗姆族的奴隶 罗姆族人在千年前 还是西大陆的主人 曾是帝国的皇族及统治阶层 但他们欺压百姓 沉溺于奢侈和享乐的生活 光真女神对罗姆族的残暴行为非常愤怒 因此给予开国皇帝力量 将罗姆族人赶走 就这样新的帝国成立了 罗姆族人沦为奴隶 即使过了千年 直到现在仍然是被蔑视的对象 卡西尔公爵在夫人怀孕时 碰了漂亮的罗姆族奴隶 生下了理查德 起初理查德同奴隶一般 不过因为他的血脉 卡西尔公爵还是会多一些关注 后来卡西尔公爵发现了理查德的聪慧 认他为数子 那时理查德开心到飞起 还发誓要更加努力学习 得到卡西尔公爵的认可 帮母亲免除奴隶的身份 但他的梦想没有持续很久 某一天 理查德的母亲生病了 母亲让理查德 不要将他的病情告诉任何人 理查德却冲动地告诉了公爵大人 听到这个消息 公爵大人没有一丝心疼 反而怀疑理查德的母亲得了传染病 当时公爵什么也没说 让年幼的理查德回去 几天后母亲死了 不是因为生病 而是卡西尔公爵下令把他杀了 就连年幼的理查德也被关进仓库 确然是否被传染 公爵幅的兄弟姐妹们 对理查德嗤之以鼻 卑贱的小子没能一起死掉 他们觉得很不解气 为了弄清母亲死亡的真相 理查德阅读了大量书籍 读完后他更加确定 母亲的病不是传染病 原来人们只要听说罗姆族人生病 就会说成是传染病而去杀害他们 母亲心里知道这一点 所以让理查德保密 他的母亲是被理查德亲手害死的 理查德母亲死后 隐忧的理查德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在心底岸发誓 一定要向卡西尔公爵和他的家族复仇 还要夺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还要让他们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 并且理查德下定决心霸占皇帝之位 让那些曾经是他卑劲而面试他的人们 不复在他的脚下 现实中安什雅来到理查德身边 理查德轻蔑一笑 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遇到你 我运气真好 一阵微风吹过 理查德面前的小树发出沙沙声 安什雅转过头凝视着棵树 树上开了漂亮的红花 理查德向安什雅解释 这个是墓碑 底下埋着一个罗姆族女人 安什雅愣住 他没有想到理查德会轻口说出罗姆族 在原著中 他甚至没有和戴安娜提过 安什雅明知顾问 此人是你的救食吗 理查德一口否认 只是听说过关于他的故事 他是得传染病死的 安什雅大步来到小树前 踏出怀里的丝巾绑在树枝上 这样的举动让理查德大吃一惊 你这是在做什么 安什雅一边回话 一边将丝巾记紧 我听说 这是罗姆族的葬礼文化 理查德难以置信 尊贵的皇太子妃殿下 竟然在给卑剑的罗姆族人行礼 安什雅面无表情反问道 不可以吗 理查德语气有些哽咽 大声质问安什雅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 罗姆族的传染病吗 安什雅淡淡地回答 他知道 他还知道很多罗姆族人 会被诬陷感染传染病 而被集体杀害 就算真的有传染病 病菌也不会一直存在 理查德再次强调 但女神的诅咒 都把你捧做一个 可以包容怪物的圣女 你就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了吗 还是你真的善良得像个傻子一样 安什雅同口威章 一把甩开理查德的手 他从没觉得自己特别善良 只是不喜欢未知的恐惧 理查德站在一旁说不出话 安什雅继续整理树枝上的丝巾 警觉心固然重要 但他不想被未知的恐惧所支配 而去无视人们 或给人们造成伤害 安什雅终于将丝巾寄紧 那条丝巾在树枝上随风摇曳 像是一朵别之美丽的花 理查德低下头苦笑两声 明白安什雅没有心情作态 他笑着接受了一切 你还真是个特别的女人啊 黄太子非安什雅 为理查德死去的母亲哀悼 理查德对安什雅总是直呼其名 安什雅要好好教他什么是礼法 理查德耸了耸肩 表示知道了 安什雅并没有就此原谅他 刚才他叫黄太子怪物 必须为此道歉 西洋下安什雅一本正经 告诉理查德 布雷克 是我们国家的黄太子殿下 理查德一时雨色 利用并杀害了许多人 但现在的故事不一样了 安什雅有一种预感 这个阴谋男说不定会改变他的想法 现实中安什雅好言相劝 卡西尔公子 你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 若是能将过人的才华 用在正确的地方 那么灿烂的祝福会与你同在的 其实卡西尔公爵一族 都是贪婪无能之辈 就算理查德不用那些卑劣手段 也是可以做公爵的 如果理查德能够满足于公爵的位置 说不定所有人都会变得幸福 下一秒理查德咧嘴笑 这一点占便宜 可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 安什雅几乎乎转身离开 看来你需要继续学习礼法 时间到了 我该走了 理查德在身后说道 期待着我们能再次见面 安什雅重新坐上马车 王皇太子宫的方向感 这次出宫太久了 安什雅归星四届 他想立刻去见他的小象狗 这边理查德望着树枝上随风摇曳的丝巾 心中万分感慨 这还是妈妈第一次收到礼物呢 明年 他还会再来看望妈妈的 回光后安什雅带布雷克学习帝国事 这两年来 坦斯泰湾皇帝几乎满足了安什雅的所有请求 他说想要学习 便为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 安什雅一直在努力学习更多的知识 再把这些知识交给布雷克 现在 安什雅在为布雷克讲解罗姆族的复兴运动 说到罗姆族皇子 在帝国横宫纵火时 安什雅的大脑一阵剧痛 仿佛有人在他耳边叫嚣 是你点的祸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安什雅咬紧牙关 双手按住太阳穴不让自己出声 布雷克在一旁呼唤安什雅的名字 安什雅这才回神 带着布雷克继续看书学习 随着皇太子布雷克一天天长大 他身上的诅咒纹样开始蔓延 每当诅咒生长 布雷克的身体都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为了不让安什雅担心 布雷克总说没事 这天安什雅察觉布雷克身体不对劲 想让布雷克暂停建筑课程好好休息 于是时充满人际 抚摸着柔润的床单 让布雷克与他一同午睡 布雷克果然中计 吞吞吐吐吐不知该说什么好 安什雅再度引诱 快来吧 没有殿下的话我会睡得着的 布雷克小脸通红 他还是个孩子啊 安什雅也把抓住布雷克的手 没关系的快过来吧 就这样安什雅将布雷克红片上床 他摸了摸布雷克的脸蛋 还好没有发烧 安什雅起身 准备去拿取暖工具 布雷克不让他走 他一点也不冷 只要安什雅在身边就行 看着布雷克乖巧的模样 安什雅的心中一阵内疚 如果他是光魔法继承人 殿下就不用这么痛苦了 布雷克毫不在意 笑着安慰老婆大人 不许你说这种话 因为有你在 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了 这句话温暖了安什雅焦躁的内心 两人相拥入睡 安什雅也睡着了 想来后布雷克精神满满 立马要去练习剑术 安什雅却说不行 今天必须老老实实陪在自己身边 正好戴安娜的信件送进皇太子宫 里面记录了关于骑士学院东信的事 安什雅反复阅读后写下回信 他让布雷克也给妹妹写一封 布雷克却说不用 反正假期回来就会见面 原注中女主和男儿的关系 因为安什雅的存在 变得像战友一般纯洁 整理信件时 安什雅抬头看见了梳妆台上的玫瑰 那是布雷克送给她的第一个礼物 看见安什雅对着玫瑰发呆 布雷克从身后抱住安什雅 你在看什么呢 安什雅说她在看玫瑰 布雷克在老婆大人耳边甜蜜语 一笔玫瑰花更好看 从前说话都磕磕巴巴的小相公 如今已经会夸女孩子了 看来布雷克真的长大了 今年布雷克11岁 安什雅13岁 随着年龄增长 布雷克身体状态越来越差 安什雅每天都会多次检查布雷克的身体 为了不让老婆大人焦虑 布雷克总是花式撒娇卖萌 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皇太子妃安什雅 今天为大家准备了热腾腾的豆腐 和纯香的豆浆 宫内众人品尝过后赞不绝口 自从安什雅开始烹饪东方料理 在大家心里 她就是一个厨艺小天才 为了避免被众人的赞美淹没 安什雅打包了一点 放在餐盒中 她要给皇帝陛下送去 就在这时 那只神出鬼魔的小黑猫 再次来到安什雅的脚下 一边喵喵叫 一边蹭着安什雅的小腿 看到小猫咪 安什雅无比开心 立刻蹲下身子 把猫咪抱在怀里 好久不见 这段时间你去哪了 相反 布雷克看到这只猫咪脸色阴沉 他一把将猫咪从安什雅怀里抢了过来 让安什雅先去给父皇送饭 猫咪就由他来照顾 安什雅没有多想便答应了 小猫咪在布雷克怀里感到恐惧 大事不好了 他得赶紧逃走 但身子被布雷克抱住根本动不了 就在猫咪疑惑 这个小男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布雷克露出了河山的眼神 如同阎王爷一般质问猫咪 你是谁 猫咪当场实话 这吓出大事了 布雷克第一次见这只猫 就明白他不是普通的小猫 他让猫咪老实点修想逃走 然后把他放在地板上质问 你一直在监视我和安什雅 对吧 在布雷克小时候 有个人总会在他生病感受 是为他治疗 那个男人的身上有一股清淡的香味 是一个像雾一样的男人 布雷克能从猫咪身上 感受到一模一样的味道 既然已经被看穿 猫咪不再掩饰 变出人形 他是皇帝陛下 安排在布雷克身边的探子 银汉 布雷克无比惊讶 他果然是那个人 银汉跪在皇太子面前解释 小臣是陛下的亲信 受陛下命令 来恩中保护皇太子殿下 听到是父皇派来的 布雷克的耐心百感交集 自从受到诅咒 他还以为自己被彻底抛弃 原来父皇没有这么做 布雷克上下打量着银汉 请问他为何突然化身猫咪 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银汉表示他来自昌国 皇太子妃殿下烹饪的东方料理 就是他的家乡美食 每次看到皇太子妃做的美食 就回忆起了从前 实在没忍住就现身了 银汉做好了受罚的准备 布雷克却并不打算处置他 他愿意为银汉保守秘密 就在银汉内心感动 以为皇太子是个大好人时 布雷克脸色突变 小声在银汉耳边警告 你家也不要出现在安什亚身边了 这样一生恐怖的雨息 让银汉子被发凉 布雷克眼神愤怒 仿佛要把银汉带去绝育 你若再出现在我夫人面前的话 我就不会原谅你了 银汉尴尬地点了点头 布雷克意识到 银汉的长相是 安什亚喜欢的东方面孔 而且还很帅 不管怎么说 就是不想让他们两人见面 皇太子妃安什亚 身穿水蓝色脸一群 手捧精致的餐盒 瞧瞧父皇的寝宫大门 父皇我来了 手下柯林听到 皇太子妃的声音无比激动 她每天陪着陛下 无休止地加班 只有皇太子妃来了 她才能早点下班 对她来说 安什亚就是下班女神 克林的这番话 勾起了安什亚前世的记忆 她身表同情 流着泪点头 从没见过克林 哪一天是安什下班的 这就是社畜的悲哀吧 正在批阅公文的 陛下讨厌不太 让克林别说些无用的话 赶紧走吧 克林向安什亚 使了个眼色 感觉陛下今天心情不太好 如果不是皇太子妃来了 她可能今晚 就要在这里过夜了 见克林还在查克打混 陛下单手脱下 用极其冷酷的声音问她 克林 你是想这辈子 都在皇宫生活了吗 我在皇宫给你安排住处 安什亚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陛下怎么能面无表情地 说出这么可怕的话 克林站在一旁 见怪不怪 咔哒一声关门告退 弱大的勤功力 只剩下安什亚和陛下两人 安什亚捧着参合上千 最近父皇处理政务的时间 越来越长了 是不是太过操劳了 陛下笑着放下手中的笔 儿媳妇怎么一来就开始唠叨 于是立刻转移话题 天气近了 你身上穿的衣服太过单薄 看来要买新外套了 两人起了融融的样子 就像真正的妇女 安什亚斩露笑颜 双手捧着餐盒递上去 不说那些 您快先尝尝这个吧 陛下的脸上露出 不易察觉的温柔深色 让乖巧可爱的儿媳妇 来他身旁坐下 一起吃吧 今天安什亚带来的东方菜肴 是热气腾腾的豆腐 看着餐盒内像血一样洁白的食物 陛下不由的惊叹 这是什么 安什亚笑着解释 是豆腐 他是用陛下之前赏赐的大豆做的 不仅如此 布雷克还亲自剥了豆子呢 陛下从没听说 他的宝贝儿子还会做这些 立马来了兴趣 安什亚笑着对父皇说道 您都不知道他有多乖巧 您若是来皇太子宫的话 就能看到殿下剥豆子的样子了 布雷克剥豆子的时候 非常专注仔细 比考试做题还要认真 陛下的脸上难言失落 请殿内沉默了一阵 看来陛下还是没有要去皇太子宫的想法 三年前在请殿见过布雷克之后 他们父子俩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安什亚不仅为父皇带了美味的豆腐 还准备了口味偏辣的大酱汤 陛下一边品尝美食 一边询问布雷克的近况 虽然没法亲自去见儿子 但陛下对布雷克还是很挂念的 安什亚感受到陛下的心意也释怀了 现在的状况比之前幸福得多 陛下邀请安什亚与他一同品尝美食 安什亚也早就饿了 那种辣味大酱汤是他的最爱 这段时间安什亚每天都会做好吃的食物送来 为了表示感谢 陛下决定送他礼物 如果是往常 安什亚一定会拒绝 但今天他真的想和陛下要点什么 沉思许久 安什亚开口提出 他想去天罗伦宫 天罗伦宫是前朝皇帝的宫殿 前朝皇子通过天罗伦宫的密道袭击了皇宫 并放了一把大火 这场大火燃烧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停下 天罗伦宫以及前朝首都全部消失在了火焰之中 从那之后 天罗伦宫就成为了禁止通行的禁忌之地 陛下听到这个名字立马坐着身子问道 怎么突然要去那里 安什亚觉得 他去天罗伦宫的话 或许能找到有关石板文字上的线索 几天前他在给布雷克上课时看到了短暂的幻影 幻影里有女人的悲鸣声 和熊熊燃烧的巨大火焰 那个用宝石装饰着的华丽空间 还有立在一边的石板 就是天罗伦宫的景象 陛下扭过头拒绝 天罗伦宫是一片被火焰烧毁 还被黑魔法污染的邪恶徒弟 他不能将安什亚送去如此危险的地方 安什亚委屈巴巴地表示 他只想去一趟看看 很快就会回来的 天罗伦宫是禁忌之地 按照初代皇帝的言 即使是皇族也不可踏入此地 一言中提到若有人踏足那里 就会引发女神的愤怒变得不幸 安什亚早就知道这些事 但他还是不愿放弃 最近布雷克的状态很不稳定 有时会莫名感到浑身剧痛 如果他去天罗伦宫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 想到这安什亚情绪激动 站起身子请求陛下 我一定会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 所以还请陛下打断了安什亚的话 安什亚你也是我的孩子 我不能为了布雷克 把你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皇太子妃安什亚 为了心爱的丈夫愿意以身犯险 亲自踏足尽济之地天罗伦宫 嫁儿媳妇的百般恳求下 陛下不得不答应他 就这一次 如果有危险立刻回来 安什亚欣喜若狂 连连向父皇道谢 到了晚上 从猫咪病回人形的尹汉跳到城楼上 摘下帽子松了口气 变成猫咪在安什亚身边潜伏 结果被布雷克发现 还被狠狠警告一顿 尹汉跳到阳台上俯瞰陛下的房间 夜深人静 陛下还没有旧情 感受到窗户外面一闪而过的身影 陛下挠了挠头发 勇懒地问道 是尹汉吗 只见陛下刚洗完澡 换上宽松的睡衣 露出坚实的腹肌和胸脊 尹汉听见陛下的声音 立马跳进房间内 战战兢兢地询问 是不是他在房梁上跳来跳去 吵醒了陛下 陛下坐在沙发上 敲着二郎腿思考问题 其实他也在等尹汉回来 尹汉跪在陛下面前听后指令 陛下双手交叉 郑重其事地宣布 今天不是下令 而是想拜托你一件事 他抬起头 眼眸里写满了不容置疑的坚定 思考再三 相信安世雅并且能够拜托的人 只有尹汉了 第一次听到陛下如此恳切地请求 尹汉一口答应 是 陛下 有尹汉在身边保护 陛下终于安心 微笑着点了点头 跪在面前的尹汉 纠正了陛下刚才的指令 保护皇太子妃是她的责任 也是她心甘情愿的 所以她很开心能接受陛下的命令 就这样两人愉快地达成了共识 安世雅的安全 就由小黑猫尹汉来保护 如果布雷克知道这个消息 粗谈子又该打翻了吧 这是皇太子妃安世雅 第一次对布雷克说谎 很快到了去天罗伦宫这一天 安世雅的内心万分忐忑 千万不能让布雷克知道 她去了哪里 如果她的小相公知道 自己为了解除诅咒 去这么危险的地方 一定会反对的 纠结半天安世雅 编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理由 殿下 马上就是皇宫舞会了 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 今天会完店回来 布雷克对安世雅的疑心为零 他笑着主妇老婆大人 要劳逸结合 千万别太累了 心虚的安世雅在心中默默流泪 向单纯的小相公道歉 由于心虚安世雅的话都变多了 领走前不停地叮嘱布雷克 你练习剑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布雷克绝着嘴感到无语 他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小夫妻腻歪歪了许久 安世雅终于决定出发 布雷克握紧他的手不愿松开 早去早回 安世雅 布雷克一一不舍 和女仆来到外面目送老婆大人离开 安世雅就在马车内向她挥手 布雷克跳起来兴奋的摆手 看着小相公软蒙可爱的模样 安世雅双拳紧握 在心底岸发誓 这次一定要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 马车打打打往皇宫的方向前行 没过多久便到达目的地 之前父皇吩咐安世雅 直接去三楼的密室找他 安世雅按照指令来到密室 他兴奋的探出脑袋向父皇问好 没想到密室里还有一个人 立下间安世雅准时到达 微笑着向他介绍身边的男人 他是银汉 将会护送你到天罗乱宫 明明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安世雅却莫名族的熟悉 好像在哪见过他一样 银汉对皇太子妃恭敬地行了一礼 参见皇太子妃殿下 笑称叫银汉 看着男人如墨般细黑的长发 神秘的紫色瞳孔 安世雅猛地想起 他是长国皇子 银汉是东方帝国长国的皇子 以被不祥的黑龙所选中为理由 要被处刑的他 逃到了布雷克所在的帝国 看似泰温皇帝发现了 全身是血的银汉 并救了他 皇帝真心爱护与布雷克 处境相似的银汉 因此银汉也对皇帝效忠 这些年银汉说皇帝命令 判中保护布雷克 并在布雷克疼痛时帮他治疗 他也是皇帝为了保护布雷克 而藏下的影子 这就是小黑猫银汉的身世 皇太子妃安世雅 竟然要和昌国皇子一同行动 要是布雷克知道了 小黑猫银汉可能会被拉去绝育 安世雅盯着银汉那张似曾相识的脸 总觉得在哪见过 银汉心里毛毛的 难道皇太子妃已经发现 他就是那只黑猫 没想到下一秒 安世雅捂着嘴打去 感觉银汉的眉眼和克林有点像 银汉这才松了口气 不过他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临走之前 陛下递给安世雅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收下这个吧 安世雅心中疑惑 这是什么 陛下笑着解释 这是能守护你安全的礼物 原来盒子里装着的是一个魔法吊坠 这是神殿制作的进化工具 可以帮助抵挡黑魔法 安世雅如获之宝 将吊坠捧在胸前 拂闪着大眼睛道谢 谢谢你 父皇 一切准备就绪 等下银汉将使用法术 把安世雅传送到天罗伦宫 零行前老父亲皇帝陛下再三叮嘱 记住 有一丝危险都要立刻回来 安世雅心事淡淡的保证 您放心 我觉得有危险的话会立刻逃走的 看着父皇凝重的表情 安世雅忍不住调侃 所以您的神情不要这么严肃 这么帅气的脸都变丑了 银汉也跟着安世雅吹捧起陛下 父皇的俊脸可是国家级的宝物啊 陛下是帝国第一美男子 一向成熟稳重的陛下 在两人的彩虹屁公式下有些害羞 这点父子俩如出一辙 无论是陛下还是布雷克 都对称赞没有一点美意利呢 愉快的谈话终于结束 安世雅披上披风 不唤银汉一起走吧 站在一旁的银汉却有些迟疑 嘴嘴呜呜地提出 小城惶恐 使用一栋法术的话 需要您握着我的手 安世雅被银汉传情的样子都笑了 他还以为怎么了呢 原来只是牵手 再怎么说这也是十八镜小说 怎么这里的人都这么纯真 他微笑着请求银汉 那请你把我护送到天罗伦宫吧 两人双手交握闭上眼睛 在一阵白色雾气和缩缩的风声之后 他们成功到达目的地 禁忌之地天罗伦宫 黄太子妃安世雅与银汉手牵手 一同传送到经济之地天罗伦宫 等雾气散去 一如眼帘的是一片炼狱之景 赤红色的天空荒漠般的土地 让助力在空地上的天罗伦宫更显皈异 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狂风大作 飞沙走时迷得安世雅睁不开眼 他将碎发别到耳边感叹了一句 好荒联啊 银汉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此地因受黑魔法影响 土地被污染 放眼望去寸草不生 他感觉接下来的旅途不会顺利 于是劝安世雅回去吧 已经到了宫殿门口 安世雅竟然不愿打退堂鼓 他想去宫殿里面转转 银汉走在前面为皇太子妃开路 路面堆放着不知名的白骨 还散发出阵阵恶臭 银汉再次提议 要不先回去吧 安世雅装着胆子 执意要再观察观察 就在这时 安世雅在宫殿中心发现了一块石碑 那是曾出现在他梦中的石碑 石碑上密密麻麻刻着古代文字 安世雅凑上前 仔细阅读石碑上的内容 银汉作为昌国人自然看不懂 安世雅一边看一边读给他听 上面写的全是前朝皇帝被灭国前的风言风语 虽然石碑上的文字是以第一人称写下的 但安世雅总觉得 写此碑文的人是前朝皇帝的高级黑 不过这些都是安世雅的猜测 他伸出手触碰了一下石碑 下一秒 脖子上带着的魔法吊坠突然进光大作 安世雅脑中闪过一些奇怪的片段 一个金发女人指责开国皇帝 为什么要写下这些碑文 是不是疯了 神强高大威猛的皇帝威风凛凛 让女人别再口出狂言 不然他是不会放过女人的 现实中安世雅被银汉交集的呼喊唤醒 石碑上可能有黑魔法 皇帝陛下临行前送的礼物保住了安世雅一命 即便如此 安世雅仍觉得头晕脑胀重心不稳 守卫银汉担心皇太子妃出事 第三次提出还是赶紧回去吧 安世雅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请求银汉再看一看 可怜的银汉满脑子都是陛下的指令 陛下曾说过 让他在皇太子妃殿下危险时即刻回宫 如今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好了 话还没有说完 情况再次发生了转变 银汉发现空中有魔物朝两人袭来 他的眼睛骤然瞪大 条件反射般将安世雅一把抱起 被公主抱的安世雅这才发现 空中漂浮着许多蝌蚪状毒眼魔物 那些魔物正朝他们发出危险的咕咕声 皇太子妃安世雅被守卫银汉抱在怀中 两人在天罗伦宫寻找解除诅咒的方法 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 许多长得像豆芽菜的毒眼魔物漂浮在空中 还发出恐怖的咕咕声 银汉将皇太子妃护在怀里 飞檐走壁躲开魔物的攻击 然而抱着一个人奔跑属实有些困难 那些魔物从四面八方朝着银汉同时冲了过来 银汉想去宫殿里面躲一躲 只见宫殿内部一片漆黑 空荡的走廊只能听见银汉哒哒的脚步声 那些豆芽菜竟然也从狭窄的大门挤了进来 发出诡异的咕咕声紧随其后 奔跑了许久 前方的通道被巨石堵住 银汉不得已将皇太子妃放下 发出宝剑企图暴力开路 就在这时豆芽菜魔物突然发狂式的大叫 银汉将皇太子妃护在身后 安世雅却发现了异常 那些魔物的目标好像不是他们 银汉紧张地咽了下口水 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 下一秒 豆芽菜魔物纷纷用头撞上前方的巨石 一阵剧烈的撞击声后 巨石纷纷碎裂 前方的道路出现在两人面前 而那些撞碎了巨石的豆芽菜 仿佛球表扬般轻飘飘地围绕在两人周围 安世雅和银汉被这奇葩的魔物整蒙了 什么意思 难道是让他们跟上去 魔物已经停止了攻击 银汉求求皇太子妃跟他一同回宫吧 如果现在不回去 前方还不知道有什么危险在等着他们 安世雅却坚持要进去看看 那些魔物应该就是为了把他们带到这里而出现的 魔物听到安世雅的话连连点头 安世雅凶行的魔石吊坠也同时发出了光芒 银汉拗不过皇太子妃 只能默默跟了上去 走到前面两人发现了一个通往地下室的台阶 银汉将手挡在前面阻止了安世雅的前进 这里可能是个陷阱 我们还是回去吧 此时安世雅的态度无比坚定 他钻紧裙子不容置疑地表示 一定要帮殿下解除诅咒 只要能解除诅咒 他可以承担任何危险 不能因为有危险就千眼放弃 那样的话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见尹汉还是不愿进去 安世雅向他鞠躬行了一礼 拜托你了 小黑猫尹汉不知所措 他哪里受得起这样的大礼 只能乖乖答应 两人怀着忐忑的心走进地下通道 那里漆黑一片 那些豆芽菜魔物张大嘴 口中发射出手电筒羊的光芒为两人开路 突然安世雅发现前方有一扇巨大的黄金门 银汉率先上前查探 这扇门被锁住了 应该是有人用魔法封印住了 而且看起来很难用外部力量强制打开 难题接踵而至 安世雅的心中涌起一阵酸涩 想起布雷克被诅咒折磨痛苦不堪的样子 安世雅红着眼睛有些哽咽 他绝不能就此放弃 于是伸出手在大门上摸索 企图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就在这时大门发出一道刺眼的金光 不知是安世雅触动了哪里的机关 黄金大门缓缓打开 封印被截除了 皇太子妃安世雅与银汉进入天罗伦宫内部 随着黄金大门缓缓打开 屋内遍地的金银珠宝也同时映入眼帘 不仅如此 房间内还陈列着和外面一模一样的石板 怀着紧张的心情 安世雅仔细阅读石板上的文字 每块石板都记载了关于前朝的历史 还有关于安世雅所在的家族 贝拉善家祖先们的故事 石板上记录的历史 与安世雅在帝国皇宫图书馆看到的完全不同 由于瘟疫皇帝和皇族都死了 开国皇帝想让占据空位 他并没有消灭前朝帝国 只是为他换了个名字 银汉蹲在一旁捏着下巴思索 用一美之词包装成国家成立很正常 但从头到尾都是谎言就有点奇怪 安世雅仔细阅读完美一块石板 带着忧愁的神情沾起身子感叹 历史的记录都是骗人的 他环宫四周企图找到其他文字 然而根本没有 石板上没有任何关于诅咒的文字 忙碌了半天没有一定点收获 安世雅咬紧嘴唇 内心无比难过 为了解除布雷克的诅咒 他千心万口来到这里 可还是没有线索 如果是这样 但他的脑海为什么会出现过去的记忆 魔物又为什么把他带到石板前呢 怀着疑惑与不甘 安世雅胸口的魔法项链突然碎裂 怕他一声掉落在地 仰视着手中破碎的项链 安世雅脸色发青 心中涌起一阵不祥 银汉接风插针地表示 皇太子妃殿下 我们得尽快回去了 请闭上眼睛 这次安世雅再也没有了拒绝的理由 乖乖把手放进银汉的掌心 一阵白色雾气中 安世雅再次回到皇宫 他头晕目眩地睁开眼 看见的是心急如焚 守在他身边的父皇 此时安世雅的头很痛 捂着太阳穴身体摇晃 父皇抚着安世雅的手臂紧张地吻 你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安世雅地下头失落地将项链拿出来解释 父皇送我的项链碎了 感受到儿媳在为此自责 陛下一把抱住安世雅 这有什么 你没有受伤吧 在父皇温暖的怀抱里 安世雅一天的委屈和紧张全部释怀 他没事 但是这次 他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安世雅越哭越大声 在父皇的怀中不停地道歉 皇太子妃安世雅从天罗伦宫平安归来 韩斯泰文皇帝一把抱住了儿媳 安世雅在父皇怀中哽咽 对不起 我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陛下揉了揉安世雅的脑袋安慰道 是我给了你太大的压力 不要哭了 安世雅万分自责 将头埋进父皇胸口无声地哭泣 就在这时手下柯林推门闯了进来 陛下脸色不悦地质问 发生什么事了 柯林见皇太子妃也在 这只呜呜地表示 皇太子殿下 他晕倒了 文言安世雅惊恐回头 脸上还挂着惊影的泪珠 回到皇太子宫 布雷克躺在床上痛苦地呜咽 已经三天过去了 皇太子的高烧还是没有退 整个人一时模糊 躺在床上滴水未尽 安世雅看着布雷克痛苦挣扎的模样 心无刀割 他再次陷入深深的自责 都怪我 都是因为我 虽然他在小说中也有病重的时候 但没有这么早 明知道能解除布雷克诅咒的人 只有戴安娜 都怪我贪心 想留在他身边才会这样 安世雅再多红了眼眶 自言自语向布雷克道歉 他绑住布雷克的小手 仿佛已经下定了决心 对不起 殿下 是我贪心了 我以后再也不贪心了 他似乎再向神明祈祷 将布雷克的手抵在额头上喃喃自语 只要布雷克能醒来 我就马上离开 所以求求 突然布雷克弃弱油丝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不要走 安世雅大吃一惊 他抬起头看见布雷克张红的小脸上 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布雷克艰难地转头看向安世雅 用略带祈求的声音说道 安世雅 你不要走 安世雅立马抓紧布雷克的指尖回答 我不走 我能去哪儿啊 布雷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挤出一句话 我们说好了 下一秒 他再次昏厥过去 皇太子布雷克已经昏迷了整整四天 宫里的下人们开始议论纷纷 虽说这是殿下时隔三年来第一次发病 但这次持续的时间也太久了 这都已经四天了 还没有恢复意识 女仆做了个近身的手势 让下人小点声 小心被皇太子妃听见了 房间内安世雅守在床边 寸步不离照顾着布雷克 这几天他满脑子都是自责 如果他是戴安娜就好了 那么布雷克就不会这般痛苦 就在这时 房门被卡打一声推开 来人竟然是坦斯泰温皇帝 皇帝从没亲自来过皇太子宫 这还是第一次 安世雅看见父皇 猛地站起身子行李 父皇轻拍安世雅的肩膀 示意他坐下 截止来到床边 轻抚布雷克发烫了脸颊 看到宝贝儿子被诅咒折磨得不成人形 陛下十分愧疚 对不起 我这个父亲来得晚了 听到父皇羽细如此悲观 安世雅眼神坚定纠正道 你没有来晚 现在才刚刚开始 陛下已经放弃了解除诅咒 他想劝劝安世雅 可安世雅坚定不移地表示 殿下会没事的 所以您不要胡思乱想 要一直守护着他 而且千万不要相信 有类似黑魔法的传闻 安世雅一直担心黑魔法 让陛下先存疑虑 他以为是宝贝儿媳思虑过多 于是握住他的手安慰道 我还要守护两个孩子呢 即使是为了不被你训斥 我也不会碰那些邪术的 所以你放心吧 陛下真诚的语气 给了安世雅兮许安慰 乖小的点了点头回答 好 我相信你 这边理查德收到情报 皇帝陛下竟然去了皇太子宫 皇太子连续四天 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 理查德以为陛下 将挑选下一任皇太子 他在脑海中默默排除了几个人选 但他无法保证 陛下会不会选择其他皇族 如果选择了其他皇族 那他成为皇帝的可能性 就会变得十分渺茫 想到这理查德目落凶光 得出了万无一失的结论 那就除掉坦斯泰温皇帝吧 皇太子布雷克 已经昏迷了整整十天 在这期间 普兴男理查德企图谋权篡位 除掉坦斯泰温皇帝 他先是让手下 将古代黑魔法师的传闻 透露给陛下 黑魔法师可以自由操纵诅咒 就算是女神的诅咒 也可以转移 在理查德看来 皇帝一定会被这个消息诱惑 可以在假装转移布雷克诅咒的时候 顺便了结了他 然而几天之后 手下带回情报 皇帝对这个消息无动于衷 理查德愤怒地攥紧了拳头 他竟然失算了 就在手下追问 要不要再加一些诱饵时 理查德放弃了这个计划 他的手指不停敲击桌面 心中想着 皇帝很爱惜安施亚 如果安施亚成为公主的话 他的丈夫就会成为皇帝 那么只要把安施亚 变成自己的女人 一切就都解决了 在布雷克死后 和坦斯泰文皇帝 还有安施亚成为一家人 就能实现成为皇帝的梦想 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局吗 理查德心心满满 又一个鬼主意蹦了出来 看来该给安施亚准备礼物了 珍贵到很难去拒绝的那种礼物 这边布雷克已经昏迷了整整十天 御医痛心疾首地表示 如果殿下今天也没能醒来的话 他应该很难活下来了 听到布雷克挺不过今天就会死 安施亚头晕目眩瞪他眼睛 露出茫然的表情 擦着泪水自责地握紧拳头 头是因为我 说是为了他改变原著 结果导致了蝴蝶效应 给布雷克带来了痛苦 他趴在床边握住布雷克的小手 眼睛一哭得太久 已然红重 心中默默其道 狂知女神 请您不要再折磨布雷克了 布雷克他没有任何错啊 请您不要再让他痛苦了 守在床边的皇帝陛下 看着儿子悲痛的模样 请拍安施亚的后背 安施亚 这不是你的错 所以不要再自责了 安施亚一直为自己 没能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耿耿于怀 皇帝握住他的手安慰道 如果布雷克离开我们的话 我将册封你为公主 从前坦斯泰王皇帝 根本没有生孩子的想法 他想让女神的诅咒 终结在他这一代 但是之后他遇到了爱的人 不由的贪婪起来 布雷克的诅咒 都是因为他的一己私欲 安施亚连忙站起身 安慰陛下 这不是父皇的错 可在陛下眼中 这就是他的错 布雷克的诅咒 就是对他自私的报应 所以他决定 如果布雷克离开 就侧封安施亚为公主 以后也将皇位传给安施亚 听到父皇这么悲观 都已经想好了布雷克的身后事 安施亚忍不住嚎啕大哭 请求陛下不要这么想 皇太子殿下一定会挺过去的 诅咒也会解除的 安施亚的眼泪越擦越多 他扑进被子上抱住布雷克的身体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呐喊 布雷克会醒过来的 一定能挺过去的 就在这时一道微弱的声音传来 躺在床上的布雷克 用斯亚的响音 喊着安施亚的名字 安施亚愣住几秒 确定不是幻觉后 赶紧捧住布雷克的脸 从昏迷中醒来的布雷克 勉强挤出笑容 安施亚 我有点不好意思 皇太子布雷克昏迷十天后醒来 安施亚趴在床边哭泣 听到布雷克喊他的名字 一开始还以为是幻觉 确定真的是他的小象公 醒了之后 他立马起身 捧住布雷克的脸仔细查看 布雷克被老婆带人摆弄得有些害羞 安施亚这才说回手 红着脸道歉 对不起 刚才是我太用力了 布雷克抓住安施亚的手腕 让他不要走 比起自己身上的诅咒 他更加在意安施亚为什么哭 布雷克温柔地伸出手 为安施亚失去眼泪 安施亚 你怎么哭了 激动的安施亚握住布雷克的小手解释道 没有 只是看到殿下太开心了 他想去外面叫医生过来 让医生再为布雷克检查下身体 可固执的布雷克就是不让安施亚离开房间 一秒钟都不要 安施亚必须待在他身边 站在一旁围观的父皇此时轻壳两声 他就像一个巨大的电灯泡 被两人忽视了许久 安施亚这才意识到原来父皇也在 羞红了脸走到一边 皇帝走到床边查看儿子的情况 还伸手是探了下布雷克额头的温度 现在稍已经退了 布雷克见到父皇 并没有表现得很开心 反而是安施亚既开心又欣慰 时隔三年父子终于相见了 他想出去一下 让父子俩单独聊天 于是借口要去找医生 没想到布雷克死死抓着安施亚的手腕不撒手 皇帝见状主动提出 还是他去叫医生吧 说完别看他一声关上房门 皇帝走后 安施亚尴尬地望着小巷公 布雷克的眼里只有他 就连父皇都被忽视了 他将安施亚抱进怀中 感受他身体的温度 安施亚 我好想你 感觉好久没有看到夫人了 接着握住安施亚的手指 是你在找我 所以我才有了力量 谢谢你 安施亚 原本安施亚还在为自己的没用感到自责 布雷克安慰的话语 让安施亚的眼泪再度往下掉 他小钟带泪哽咽地表示 殿下 感谢你能醒过来 真的很感谢 布雷克昏迷了十天后醒来 皇太子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坦思泰温皇帝 三四天就会来一趟皇太子宫 偶尔还会抽出时间一起吃晚饭 就像今天这样 安施亚为皇帝制作了美味的香菇鸡蛋卷 热情邀请父皇尝一尝 皇太子殿下不喜欢吃香菇 只有做成这样 他才会吃得很香 这段时间皇帝和布雷克的交流少得可怜 安施亚想要让他们父子二人多说点话 于是想出了最笨的方法 拄着布雷克正在吃饭的脸直接问道 父皇 我们皇太子殿下是不是超级可爱 皇帝表情冷淡的N了一声 确实很可爱 接着他又来到皇帝身旁 如同展示商品的推销员向布雷克说道 殿下 你抬头看看 我们皇帝陛下帅不帅 布雷克敷衍地抬起头N了一声 父子俩的反应如出一辙 即使安施亚再怎么卖力 还是不起作用 反而是布雷克隐沉着脸 放下手中的杯子犀利地指出 有必要说两次特别吗 安施亚属实没想到 布雷克竟然连自己轻叠的醋都吃 尴尬地愣在原地 餐桌上再次陷入酒酒的沉默 除了叭鸡嘴的声音 再也没有任何人说话 吃完饭回到房间后 安施亚试探性地问道 殿下 父皇经常能过来 是不是很开心 布雷克一点也不觉得开心 毕竟父皇一来 和安施亚单独相处的时间就变少了 这样直白的评价是安施亚没想到的 还好现在父皇不在这里 布雷克心里好像有很多委屈 绝着嘴抱怨道 和陛下在一起时 安施亚总是只在意陛下 还只夸赞陛下 今天也只夸赞陛下帅气 安施亚十分无欲地反驳 才不是呢 他今天也夸赞了布雷克很可爱呀 布雷克一把抱住安施亚的腰 将头埋进夫人的肩膀里 他才不要继续可爱下去了 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男子汉 安施亚笑着拍了拍小相公的后辈 原来你是个小醋瓶啊 布雷克对这个称号欣然接受 他就是小醋瓶 就爱吃安施亚的醋了 他抓住安施亚的手要求道 还有叫我布雷克 你都叫别人的名字 为什么叫我一直都是殿下 这是帝国的礼法 即使归为皇太子妃 也不能对皇太子指呼其名 对此布雷克一直耿耿于怀 他认为安施亚根本就没把他当作丈夫 所以才会如此生疏 安施亚一直对布雷克用着尊称 虽然礼法上讲就该这样 但也是因为他想和布雷克保持一些距离感 因为也许某一天他会离开 如果不能解除布雷克的诅咒 他就会离开这里 没想到布雷克早就看穿了他的想法 真诚地请求夫人 安施亚叫我布雷克吧 布雷克请求安施亚 不要再叫他殿下了 就叫他的名字吧 在他生病时 安施亚就是叫他布雷克的 为什么醒了之后又如此生疏了呢 他捧着安施亚的脸 表情严肃地请求 安施亚快叫我 沉默许久 安施亚还是叫了他的名字 为了应对最终会离开布雷克身边而堆积的堡垒 终究还是倒塌了 以后就算想离开 安施亚也走不掉了 因为他已经被布雷克牢牢抓住了 来到皇宫后 安施亚重新阅读《识悲伤》的文字 还读了一些关于帝国的史书 就在这时银汉推门而入 今天的银汉与往常大不相同 穿上了一身皇家骑士正装 还将长发夹起来 显得十分下爽干脸 看见皇太子妃为了解开诅咒 将自己关在图书馆看了一整天的书 银汉不由地赞叹 皇太子妃殿下 真的太厉害了 在天罗伦宫那天也是 既贤民又有勇气 还才倒立在中央的那块石板的主人 银汉如今已经是安施亚的小迷地了 皇太子妃年纪这么小 真是了不起 安施亚尴尬地挠了挠头发 事实上她的年纪一点也不小 看笑间她才注意到 银汉今天的装束十分不同 看起来既帅气又威风 这下轮到银汉不好意思了 衣服是陛下赏赐的 第一次穿还觉得有些别扭呢 原来银汉不再做陛下的影子 还获得了启示爵位 之前她拒绝过陛下很多次 这次从天罗伦宫回来后 银汉却反常地答应了 对此安施亚很疑惑 说到这银汉害羞地解释 她是为了皇太子妃殿下而下的决心 银汉亲眼看着安施亚为了皇太子尽心尽力 就觉得自己很羞愧 她说过要忠诚于陛下 结果却只是在依赖她 从今往后 她会堂堂正正地站在陛下身边守护她 也会成为皇太子 和皇太子妃坚实的后盾 安施亚与银汉在皇宫图书馆愉快地聊天 就在这时地面突然一震 银汉感受到危险的气息 将安施亚抓到身后大喊 皇太子妃殿下 危险 一阵羞羞羞的风声伴随着白色水汽 在大殿中央盘旋 安施亚大惊失色 那是什么 银汉紧张地解释 那是龙之力 看来是昌国派来杀她的人 神秘的龙卷风裹挟着一道金光 一个震弹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我终于找到你了 安施亚被那阵金光刺得睁不开眼 听声音来人是个小孩子 只见一个通体雪白 有着水蓝色眼眸的小正太 迈着小碎步出现 她的脸上挂着人出无害的笑容 十分亲密地唤了一声 熊掌 银汉没想到 来人竟然是自己的弟弟 他立马拔出宝剑 以为弟弟是要要他回去 或者说是来杀他的 转萌可爱的弟弟急忙解释 怎么会呢 他是来请求熊掌的 伯汉跪在哥哥面前行了一礼 语气诚恳地解释 白龙选择了他 而他选择了哥哥 他要哥哥跟他回去 成为昌国的皇帝 银汉想也不想直接拒绝 他以为弟弟是在跟他耍什么花招 弟弟拍着胸脯承诺 他没有耍花招 今天他是一个人来的 为了找到兄长 一路上他吃了很多苦 恳请兄长不要不理自己 等下他会把事情的原味 全部解释清楚 银汉决决的转过身 他不想听 站在一旁的恩施雅 弱弱地插了句嘴 要不还是先听听他怎么说吧 虽然他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这个小男孩看上去并不危险 银汉语重心长地对恩施雅说道 不是的 昌国的人是不可信的 听到这话 跪在地上的伯汉哽咽着问 兄长难道你不选择我 反而选择了这个女孩子吗 说完他的掌心凝聚出一个光球 朝着恩施雅的方向发射 傲娇的伯汉又威胁的声音警告 能侍奉兄长的人只有我 再容不下其他的光 吃瓜群中恩施雅感到无比汗颜 怎么把矛头指到他头上来了 隐藏地空尹汉几天后来到皇太子宫 他有事要单独和皇太子妃殿下聊聊 来到安静无人的会客厅 隐藏先是为之前的事道歉 都是因为他 让皇太子妃殿下陷入危险 安施雅对此并不在意 他更加关心隐藏今日为何事而来 沉默了许久隐藏调整好情绪 垂下眼眸沉声说道 你也知道 我是昌国的皇子 安施雅所在的帝国 是借助光之女神的力量创立的 而昌国则是借助龙的力量创立的 拥有皇室血脉的一部分人 得到了龙的选择 这些人被叫做龙人 隐藏的母亲曾经是皇宫里的宫女 随时平民却得到了皇帝的青睐 之后便生下了隐藏 皇帝赐她一个角落里的小宫殿 隐藏小时候在那里过得很幸福 和伯汉也相处得很好 但是在隐藏得到龙的选择的那一刻 悲剧就开始了 选择隐藏的是象征着毁灭国家的不祥黑龙 父皇因愤怒下令杀死隐藏和他的母亲 最终母亲去世 只有隐藏逃了出来 为了皇位杀死齐尔的父皇 隐藏这辈子都无法原谅 听到这儿安什雅也有些唏嘘 原来是这样啊 之后隐藏的弟弟伯汉 得到了白龙的选择 白龙是神圣之龙 被白龙选择的人 会成为大神官并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他是龙人中唯一有着选择皇帝的权利的人 然而这个家伙竟然偷偷来到这里 希望隐藏成为下一任皇帝 昌国现在肯定乱成了一国舟 必须尽快把他赶走 突然满外传来整吵声 安什雅听到了布雷克的声音 立马冲出门外 大殿内伯汉将布雷克死死压制在身下 布雷克焦急大喊 你是谁 伯汉无视了他的问题 反而对布雷克身上的诅咒纹路很感兴趣 真是个神奇的人 他直接上手揉捏着布雷克的脸蛋 这就是黑色的气息吗 小正太伯汉将自己传送到皇太子宫 正好压在了布雷克的身上 被白龙附体的伯汉 感受到布雷克体内的黑色气息 十分大胆地揉捏着布雷克肉嘟嘟的小脸 听到动静的安什雅与银汉一同赶来大殿 看见伯汉欺负自己的小相公 安什雅顿时火猫三丈 你在对我的丈夫做什么 下一秒伯汉就被哥哥 像林小猫一样拎了起来 他无辜地向哥哥解释 我偷偷跟兄长出来 结果一不小心就叫到这里了 银汉怒斥自己的倒霉弟弟 让他跟皇太子殿下谢罪 安什雅则紧张地检查布雷克的身体 看他有没有受伤 绝强的伯汉才不愿道歉 他是昌国的大神官 是不会像昌国皇帝以外的人低头的 银汉正想骂弟弟不懂事 没想到伯汉 带着小碎不来到布雷克身旁说道 话说兄长 你身边竟然有如此神奇之人 难怪每次我想找你的时候 都会被一股神奇的力量阻碍 伯汉黯淡无光的瞳孔 只勾勾盯着布雷克 原来就是因为这个人 他的眼睛仿佛能看穿布雷克体内诅咒的气息 悠悠吐出一句 太混杂了 安世雅敏锐的察觉 伯汉或许能帮到自己 据说白龙在昌国是最神圣的存在 那不就和西大陆的光之女神差不多 虽然这三年来 安世雅找遍了所有关于女神诅咒的资料 但却从没听说过混杂这个说法 他敢确定眼前这个少年 一定知道一些有关布雷克诅咒的事情 伯汉似乎看穿了安世雅的内心反问道 你想知道吗 安世雅破歇的点头 是的 他很想知道 伯汉勾起嘴唇狡猾一笑 皇太子妃殿下 你要不要和我做个交易 狡猾的小正太伯汉想要与安世雅做个交易 他听说兄长是为了给皇太子治疗才留在这里 现在他想和兄长一起生活 安世雅一口答应 没问题 我会为你准备房间 还有一个要求 伯汉希望皇太子妃帮他说服兄长 与他一同回到昌国 如果是安世雅的话 银汉应该能听进去 对此安世雅感到为难 要不要回昌国是银汉自己的选择 没有人可以左右 听了这话 伯汉眸光一冷 如果皇太子妃可以帮我的话 我也会告诉你在找的东西 我会帮你解读十半 安世雅愣了几秒 周知没问到 你是怎么知道我想解读十半的 伯汉微笑着表示 因为他看得见 虽然被白龙选中 会让他失去视力 但取而代之 他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总之只要安世雅说服兄长回去 他就能说出关于皇太子的事 还能解读十半的秘密 安世雅没有立刻答应 心事床床的离开了会可听 他真的好为难 按照援助 昌国在十多年之后 会因为内战走向灭�亡 他不能为了布雷克 让其他人陷入险境 那么现在他能做到的就是 将那个像白色小猫一样的 伯汉引诱过来 成为自己的人 几天后 安世雅做了热腾腾的小笼包 送到伯汉面前 来尝尝这个 旁边还有茉莉花茶 想要诱惑小猫咪 食物应该是最好的方法 然而伯汉有过头 死毫不领情 你给皇太子吃吧 我不吃 安世雅还以为伯汉讨厌自己 心里很受伤 伯汉愉愚致 他不是讨厌安世雅 而是另有原因 到了傍晚 安世雅又为伯汉 定制了帝国的礼服 换上衣服的小正太 看起来就像嗡嗡尔雅的贵公子 他害羞地摸着领结 问布雷克 这是什么 布雷克细心地教他记号领结 伯汉对大人很是戒备 却愿意和他差不多年纪的人打交道 只是几天时间 伯汉就学会了帝国语 就在这时隐汉登门拜访 看到自己最爱的哥哥 伯汉一路小跑 来到哥哥面前炫耀 他不仅努力学习了帝国语 还穿上了帝国的服装 领汉不仅没有夸奖弟弟 还责怪伯汉太吵 也想自己给皇太子行礼 可怜的伯汉一秒边委屈 低下头道歉 安世雅站在一旁 为伯汉打抱不平 你也没必要那样说他吧 布雷克也觉得领汉有些过分 没想到伯汉反而跑过来 安慰布雷克 让他不要生气 是自己做的不对 简单的问好过后 领汉行礼告退 没有和弟弟多说一句 到了晚上 安世雅躺在床上 还在为刚才发生的事 愤愤不平 影汉实在太过分了 没想到他是个如此无情的人 布雷克更是泪眼汪汪 伯汉都等了他一整天了 他怎么能那样 如果是安世雅那样对自己 他一定会难过死的 想到这布雷克哭得停不下来 含着眼泪起求安世雅 安世雅 你不能讨厌我 知道了吗 布雷克泪眼汪汪 带着哭枪起求安世雅 你不能讨厌我 知道了吗 安世雅在被窝里 向布雷克抱住 他怎么会讨厌 自己的小丈夫呢 我家的布雷克很帅 很乖很可爱 第二天一早 布雷克在花园温世 里这座花环 他让伯汉陪他一起坐 小政太伯汉不理解 为什么不让侍从们坐 反而又亲自动手 布雷克蹲在地上 细心打理着手中的花环 这是要送给夫人的 如果是别人做的话 就没有意义了 伯汉以为布雷克 经常送安世雅礼物 其实并没有 因为布雷克神职 自己活不了多久就会死 所以不想留下任何痕迹 害怕安世雅以后 看到了会伤心 但是去年 布雷克突然大病一场 他害怕自己会死掉 所以在温室花园 扎里朵玫瑰花送给安世雅 毕竟花朵是会马上枯萎的 就像他的生命一样 但没想到安世雅非常喜欢 甚至还给玫瑰花 施加了不会枯萎的魔法 之后每天坐在窗台边欣赏 布雷克本想花朵枯萎了 就可以扔掉 才摘下送给他 看到安世雅那么喜欢 又后悔自己没有早点送给他 从那之后 布雷克便下定决心 要多送给安世雅些礼物 听着布雷克与安世雅的爱情故事 站在一旁的伯瀚沉默不语 到了下午 布雷克在草坪上练剑 安世雅与伯瀚 则在奥罗路台上喝下午茶 伯瀚的眼睛已经失去了视力 但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本质 比如灵魂 未来 他看见安世雅的过去 经历了很多苦难 但他的人格仍旧纯粹 灿烂 安世雅天性善良 所以会拯救很多人 但他却救不了自己 伯瀚黯淡无神的眼睛看穿了一切 楠楠自语对安世雅下了预言 虽然大家都会说你愚笨 但你却会开心的消失在这个世界 一阵微风吹过 伯瀚发现安世雅体内的白光正在逐渐消失 安世雅以为伯瀚的意思 是自己可以帮布雷克解除诅咒 伯瀚低头轻笑一声 还在先考虑你的丈夫 你果然很愚笨 被白龙附体的伯瀚 对安世雅的未来做出了预言 安世雅激动地抓紧伯瀚的肩膀表示 只要能解除布雷克的诅咒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请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拜托你了 伯瀚的脸上波澜不惊 他又反复确认了一遍 做什么都可以 就算是替他去死 你也愿意吗 安世雅的目光在阳光下无比坚定 是的 无论是我的眼睛还是生命 你都可以拿走 只要能解除布雷克的诅咒 只要他能活着 小正太伯瀚 被布雷克与安世雅的爱情打动 沉默了一会主动提出 带我去看看石板吧 太阳快要下山了 安世雅带伯瀚来到皇宫图书馆 让伯瀚帮忙解读石板 伯瀚却说 他只能帮安世雅复原石板上被覆盖的初始文字 解读他是安世雅自己的任务 怀疑石板需要法术 伯瀚让安世雅往后站 他将手掌覆盖在石板上 一阵遥远的金光闪过 石板中隐藏的黑色气息 被全部削散殆尽 黑色的光消退后 被覆盖的文字正在逐渐复原 安世雅读懂了石板上的文字 但他还是没有弄懂具体的含义 石板上提到光真女神诅咒的文样发生了变化 那么最初的诅咒也发生了变化吗 就在这时 安世雅的意识被黑色气息吸进石板里 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中 安世雅仿佛回到了初见布雷克的那天 见过布雷克恐怖的脸后 原本的安世雅趴在桌子上哭泣 可他的内心还在挣扎 现在就回去 向皇太子殿下道歉吧 多亏了殿下 自己才能从伯爵府出来 应该感谢他才是 突然原主发现平静的湖面上 出现了一个闪烁的光点 就在他想要伸手触碰光点时 就被黑色气息拽入湖底 原来小说里的安世雅不是跳河自杀 而是被不明力量拽进了湖里 昏迷中的原主 听到了一个神秘的声音 光能量继承者 你要将你的能量传给谁 原主的意识逐渐模糊 临终前他的脑海里想到的人就是戴安娜 如果我死了的话 戴安娜会伤心的 就这样原主把自己体内的光之能量传给了戴安娜 现实中安世雅猛地从睡梦中惊醒 伯汉这首在他的床边 刚才安世雅失去意识 但与此同时 他知道了一件重要的事 我就是被拉善家族的光之能量继承人 通过伯汉的指引 安世雅终于发现 他就是被拉善家族的光之继承人 其实伯汉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在他的眼中 安世雅的身体一直在闪闪发光 不仅如此 安世雅的力量还很强大 布雷克的诅咒没有扩散 也完全归功于他 是他体内的光形成了界限 阻挡着诅咒的扩散 从安世雅身上散发的光太强了 新的黑暗力量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想到是自己帮助了布雷克 安世雅无比欣慰 从前的自责和纠结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伯汉尖清楚楚地告诉了他 布雷克体内有很多股力量在纠缠着 斗争着 只要有你的意志力 就可以解开缠绕在一起的力量 解除他身上的诅咒 安世雅盯着自己的手难以置信 原来他真的可以 帮布雷克解除诅咒 这样的话他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可以一直留在布雷克身边了 突然伯汉的身体摇摇晃晃 普通医生躲在地上昏迷了过去 在黄太子宫生活的这几天 伯汉的状态越来越差 难道是使用魔法时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等银汉收到消息急忙赶来 伯汉才逐渐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弱弱地叫了一声 熊掌 银汉带着哭枪质问弟弟 你也知道被白龙选择的人 若是在他国土地上用尽龙力的话 是会没命的 你到底会什么 他完全想不通 伯汉在昌国当着大神官 姚美吐气的活着不好吗 为什么要为了自己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欺弱尤思的伯汉躺在床上 眼泪尽湿了枕头 以为解除布雷克的诅咒 也是兄长一直盼望的事情 如果不能和兄长一起回昌国 那对伯汉来说将毫无意义 兄长就是伯汉的全部 虽然成为大神官之后 有许多人围着伯汉转 但他心里明白 真心对他的人只有兄长一个 他从没有忘记 在自己成为大神官之前 那些人是如何蔑视他的 他不想回到昌国 与其让他回到地狱 他宁愿在兄长面前死去 小正太伯汉第一次在众人面前 露出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我讨厌没有兄长的昌国 小正太伯汉躺在床上哭成累人 眼泪越抹越多 他真的不想自己回去 只想和兄长一同回昌国 之前没有告诉兄长这些 是因为害怕兄长讨厌自己 说自己总像个小孩子一样 哭着哭着 伯汉体内的力气越来越弱 无论如何 在最后还能见到兄长 我很幸福 希望你能忘掉在昌国的所有事情 幸福地活着 话音落下 伯汉便闭上了眼睛 看着再次昏迷的弟弟 严汉趴在床边万分懊恼 安世爱站在一旁下的捂住了嘴巴 严汉用手查探了一下弟弟的鼻息 趁他还有最后一口气 现在回昌国还能救活他 严汉将弟弟抱在怀中 像皇太子妃道别 他又就此返回昌国了 安世爱也不好挽留 一阵雾气与水气伴随着风声 在大殿内盘旋 但水无散去 两人也消失了中气 银汉回昌国后 很久都没有回来 这段时间 布雷克与安世爱 继续没笑没笑地生活着 两人偶尔会觉得孤独 但意识到伯汉 能和他最喜欢的熊掌 生活在一起 又为他们感到高兴 布雷克将安世爱的手 放在脸颊上蹭蹭 只要有夫人在身边 他就是最幸福的人 安世爱再次被布雷克 蒙出一脸血 换作平时 安世爱只会简单地 觉得布雷克可爱 可是这次 他的心情却有些复杂 因为他已经知道 自己就是光能量继承者 也知道了该如何解除诅咒 就是进行夫妻间的亲密行为 只是布雷克现在 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孩子 他还需要耐心等待 想到这安世爱 听着布雷克 蒙蒙哒的小脸问 布雷克 你什么时候能长大 意识到安世爱话里有话 布雷克的脸 这样的比翻起还要红 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他要去练剑了 安世爱再等等 他一定会很快长大的 小夫妻手前手前往练剑场 就在两人讨论晚上吃什么时 皇帝高大的身影突然出现 他宠溺的摸了摸安世爱的脑袋 听到两人要去练剑 便带着他们一同前去 其实坦斯泰王皇帝 一直不许皇太子宫 是因为私底下大臣们极力反对 那些大臣们 对布雷克这个被诅咒的皇太子 有着很强的敌意 一开始是反对皇帝 出入皇太子宫 后来又提出对安世爱的不满 直到现在 竟然提出将布雷克流放 皇帝忍无可忍 不想放任这些舆论 只要布雷克还是诅咒继承人 他们就会越来越过分 就在皇帝头疼无比之时 一阵熟悉的西西突然出现 消失了很久的银汉 终于从昌国回归 多日不见 银汉憔悴了许多 他跪在皇帝面前道歉 小城惶恐 未向您请示就擅自离开了 皇帝表示 他已经听安世爱说过来龙须脉 让银汉不必自责 如今伯汉身体已无大碍 银汉这次回来 是向皇帝陛下告别的 这段时间 他已经想清楚未来的路 他想去保护弟弟 毕竟弟弟的身边只有他了 银汉虽然远走他乡多年 但他也有真爱的亲人 从前他一直想忘掉过去独自生活 现在他改变了主意 他要离开帝国 现实中银汉90度身鞠躬 向皇帝表达歉意 很抱歉我不能继续守护您了 但我会永远记住陛下的恩情 皇帝十分尊重银汉的选择 他将一个信封递给银汉 这是昌国附近黄金矿山的权证 银汉受宠若惊 连忙抬起头拒绝 我不能收 陛下 突然离开已经很对不住您了 我不能说这么贵重的东西 皇帝却大方慷慨地表示 收下吧 既然想守护弟弟 就需要强大的力量 这是银汉的退休金 不要觉得有负担 话说到这份上 银汉只好红着脸答应 非常感谢您 陛下 坦斯泰温皇帝如熊掌般 轻拍银汉的肩膀 等他回去之后 如果有任何需要 也可以随时找人通知 银汉被陛下的态度感动 擦干眼角的泪水表示 小陈以后一定会暴打您的 皇帝欣慰地笑了 看来以后 昌国就是他们坚实的友邦了 银汉与皇帝正式告别后 便消失在大殿中 看见银汉那样的小孩子 为了守护自己的家人 都截然一身回到了祖国 坦斯泰温皇帝感到无比羞愧 布雷克和安什雅 对他来说真的太珍贵了 所以皇帝一直都很小心 但就算这样继续下去 皇帝也没办法救他们 想想那天布雷克失去意识 皇帝真的感觉自己要失去他 他很发誓 再也不要经历那样的事情 现实中皇帝握紧大臣们的奏折 如同扔垃圾般扔进了火炉里 火光映射着皇帝坚毅的脸庞 他是帝国最强大的皇帝 他不能再示弱了 无论是谁 都不可以伤害他的家人 想清楚的皇帝 罕见的来到皇太子宫看望布雷克 正好这上小夫妻俩准备去练剑 皇帝走在前面 提出和两人同去 布雷克与安什雅二脸懵逼 这是怎么回事 平时父皇就算来皇太子宫 也是吃了晚饭就走 安什雅不愿多想 无论如何父皇来到这里是好事 他推着布雷克的肩膀 让他走快点 腿长不自大的皇帝 也停下来温柔的等着两个孩子 看见父子俩其乐融融的景象 安什雅行为的笑了 这样的场面是多么难得啊 光是看着就开心 只是皇帝被吓步子太大 布雷克总是被落在后面 意识到布雷克走路太慢的皇帝 不由分说将儿子抱了起来 从未与皇帝如此亲近的布雷克被吓坏了 两个男人四目相对 表情类写满了惊恶 安什雅也在风中凌乱 这虽然是父子俩的美好瞬间 但一般过了六岁 都不会像抱婴儿一样抱着了吧 害羞的布雷克在皇帝怀中不断挣扎 快放我下来 快放我下来 可惜布雷克的小粉泉 对皇帝来说威胁为零 皇帝如同监视的大衫 抱着布雷克一动不动 布雷克当场射死 捂着脸男男自语 夫人在看着呢 皇帝会心一笑 难道是自己偏心了 于是趴着一声放下布雷克 又将安什雅抱了起来 纵回轮到安什雅仗恒了脸挣扎 他极力解释 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皇帝却如此腹斑反驳道 在我眼中 你们就是小孩子啊 下一秒 皇帝又将布雷克抱了起来 一手一个孩子 往炼剑场走去 一旁的布雷克早已修得蠻脸铜红 将头埋进皇帝的臂弯里保持沉默 抱着两个孩子的皇帝 犹如抱着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 露出了久违的幸福微笑 来到练剑场 皇帝也和布雷克比拼 他打烂着场上的木剑问儿子 你们平时都是用这个训练吗 布雷克不想被父皇看清 急忙解释 平时他也会用真剑的 现在只是暂时修整一下 皇帝心中了然 将木剑扔到布雷克手中 自己的手里 也无力把相同的木剑说道 来练一场吧 站在一旁的安什雅满头黑线 看来他们要来真的 听说皇宫骑士团团这样的剑术 在皇帝面前都甘拜下风 他对自己的小丈夫 隐约有些担心 场上布雷克气势十足 举起木剑冲向父皇 没想到只是一招 便被皇帝击退在地 这下安什雅更担心了 还以为父皇会让着他一点 再细心叫到剑术 这没想到会这么甜面无私 看着倒在地上的儿子 皇帝举起木剑对他说道 步子迈开一点 你这样急忙冲上来 只会暴露缺点 布雷克立马站起身子调整步伐 眼神变得更加凌厉 还要再试一次 又是一阵木剑撞击的光荡身后 布雷克再次被皇帝打爬 就连木剑都掉在了地上 皇帝表示 是因为布雷克握力太弱 所以剑才会脱手 以布雷克如今的实力 还不能使用真剑 不然他的陪恋也会陷入危险 布雷克毫不戏内 认真地点头赞同 我会继续精进剑术的 凡士雅也感受到了 布雷克心态的变化 刚才还觉得用木剑练习很丢人 现在连眼神都变了 也许他应该庆幸 坦斯泰文皇帝 没有让着自己的小丈夫吧 经过皇帝的指点 布雷克的剑术实力飞速提升 已经可以接住皇帝的一招了 就在布雷克颤抖着双手 用尽全力想要挑开父皇的剑时 皇帝看出布雷克体力不支 抽回木剑转身说道 今天就练到这里吧 宠爱自己的儿子布雷克 他温热的大手 抚摸着布雷克的头顶 我以后每天都会来 第一次感受到父皇毫不掩饰呆 布雷克正红了小脸 皇帝还在继续夸奖儿子 能看出来你这段时间很努力 你做得很棒 害羞的布雷克 快要把头抵到地缝里去 不要开玩笑了 皇帝却说自己在布雷克这个年纪 连剑都握不好 所以他已经很棒了 看来见书老师教得很好 他要好好奖励一下 听到父皇要奖励自己的老师 布雷克开心的抬起头 将刚才的羞愧情绪抛之脑后 皇帝顾忌重施 又一把将布雷克抱了起来 还让安世雅也过来吧 小布雷克在父皇怀里疯狂挣扎 皇帝总是将他小小娃娃一样抱着 承受不了啊 到了晚上 父子俩在吃饭时一直讨论剑术 看见两人其乐融融的模样 安世雅也露出了一幕笑 听到小夫妻已经开始互相叫名字 而不是生疏的头衔 皇帝俏皮的调侃了一句 看来你终于觉得 时间就这样平稳的过了几周 终于迎来了盛大的光之庆典 这是纪念光之女神将自己的力量 分给帝国皇帝的日子 庆典会持续长达半个月 在原著中 布雷克中了理查德奸计 参加了死死庆典 在广场上布雷克被摘掉面具 人们纷纷面试他 并向他扔石头 这件事给布雷克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也是从该事件开始 布雷克在绝望和孤独中 度过了不幸的童年 但是这一世 有完世雅守在布雷克身边 他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在询问郭布雷克的意见后 安世雅和他一同拒绝出席庆典 两人在皇太子宫里弄我弄 杜绝了一切危险的发生 直到最后一项不可避免的活动 皇宫舞会开始了 在众人瞩目的皇宫舞会上 安世雅作为皇帝的舞伴登场 一出场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包括心怀鬼胎的理查德 理查德正在场下端着红酒杯 变成了出一抹讥讽的笑容 安世雅 今天我就让你成为我的人 皇太子妃安世雅与皇帝一同出席舞会 看着台上光彩照人的女人 理查德又动起了坏心思 舞会正式开始 一个胆大的贵族少年率先邀请安世雅跳舞 安世雅与身体不是唯有委婉拒绝 被拒绝的男人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只是跳一支舞而已 身旁的贵族小姐们纷纷嘲笑这个不懂事的少爷 难道他不知道皇太子妃从来不跳舞吗 打发完这名小少爷 安世雅长出一口气 他很好奇今天理查德怎么没有任何行动 原来是因为这些无知的贵族小少爷 看来他得赶紧去角落里休息一下了 就在这时一名陌生男子出现在安世雅眼前 等一下陪我跳一支舞吧 这么突然的邀约让安世雅心中一惊 怎么回事 这个男人的瞳孔像死鱼一样黯淡无光 身上散发着恶心刺鼻的酒味和违禁品味 一看就是喝得醉醺醺的酒鬼 他贵为皇太子妃 没有几个人敢如此无礼 此人应该就是陛下的侄子 也是理查德同父异母的哥哥弗兰克 是下一任皇帝候选人中最有力的竞争者 弗兰克当中邀请皇太子妃跳舞 让贵族小姐们围扯一团看戏 安世雅与其严肃直接拒绝 不好意思我不想跟你跳 这句话让男人瞬间炸猫 皱着梅咬牙切齿的骂道 你竟敢拒绝我 听说你出身于没落的伯爵家 你是没受过笑语吗 男人的勃然大怒 让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身旁围观的小姐妹为安世雅捏了一把汗 此时男人还在滔滔不绝 他可是下一任皇帝 安世雅好像以为自己能成为公主 很是嚣张 反正等他成为皇帝 安世雅迟早是他的女人 眼看男人越骂越难听 他的妻子上前拉下 弗兰克不要这样 没想到男人一把将女人推倒在地 嘴里骂骂咧咧咧 你竟敢碰我 看我接受了你这个丑东西 就敢蹬鼻子上脸了是吗 他对着女人无情的大声呵斥 你又不是猴绝家的人 谁会多看你一眼 我现在也不需要你们家族了 留下财产就滚吧 这个疯癖男人如此不尊重女性 安世雅站出来仗义直言 卡西二公子 看来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是你 我看你现在醉得不轻 就先退下吧 男人被安世雅的话期的情景暴起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力气之大仿佛想把安世雅的手捏断 理查德同夫一母的哥哥正在发酒疯 抓着安世雅的手腕怒吼 我马上就是皇帝了 反正那个怪物迟早都会死 你以后就是我的 哼的一声巨响 弗兰克整个人被一股力量推倒在地 他惊恐地缩成一团骂道 是哪个不怕死的家伙 竟敢对本公子 没想到抬起头 看见的却是皇帝冰冷的大脸 皇帝皱着眉不怒自围 安世雅仿佛看见了救星 捂着受伤的手腕喊道 父皇 皇帝请拍安世雅的后背安抚 询问儿媳妇有没有哪里受伤 安世雅瞬间斩露笑颜 他没事 倒在地上的罪魁祸首浑身色索 声音颤抖着解释 陛下不是那样的 都是误会 是皇太子飞先勾引我的 哗啦一声皇帝拔出腰间的宝剑 贴在男人的脖子上 语气森喊地问道 你再说一遍 男人被吓得踢死横流 颤抖着说不出话 就在这时弗兰克的父亲 卡西尔公爵在门口大喊 陛下请停手 他大步走向皇帝 还是熊普为儿子求情 弗兰克可是陛下的侄子啊 怎么能因为年幼的侄子醉酒 放了一点小错就拔刀呢 在他看来 男子还喝了酒犯点错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理查德站在父亲身后 劝他别再说了 可卡西尔公爵根本听不进去 整个帝国的子民都知道 弗兰克是最强有力的继承人 皇帝冷恨一声收起保险 他明白弗兰克为什么这么无礼 原来都是跟这个傻子父亲学的 于是下令将卡西尔公爵 和他的长子全部关押 依判国罪论处 卡西尔公爵这下慌了 双手投降向兄长求行 然而皇帝心意已决 下令让守卫将碍眼的两人拖走 安什雅站在一旁已经懵了 叛国罪 这可是死罪啊 没等安什雅反应过来 皇帝一把将他搂进怀中 丑溺的摸摸头 安什雅你吓坏了吧 对不起 他靠在皇帝温暖坚实的怀抱里 感动得红了两颊 我没事的 第一次感受这就是负爱 安什雅不由地抓紧了皇帝的衣经 多亏了弗兰克在舞会上一起骚乱 安什雅得了个便宜 可以提前回到皇太子宫 见到自己小兔子一样的丈夫 布雷克跟见提前回来的安什雅 欣喜若狂 小夫妻俩手完手 一起去阳台赏烟花了 光之女神仙剑的皇宫舞会上 因为弗兰克的动乱 安什雅得意提前回到皇太子宫 这让布雷克万分惊喜 抱住安什雅不撒手 两人相约来到皇太子宫的天台赏烟花 因为是顶层 视野开阔 所以连广场都能看得很清楚 之前布雷克经常在这里看风景 安什雅站在天台 透过窗户俯瞰整个皇太子宫 忽悠地被这个壮观的景象 震撼地挖了一声 布雷克牵着他的手南南自语 总有一天 我们应该也可以去外面看烟花吧 安什雅用力握紧小丈夫的指尖 当然啦 我们就在广场最前面看 哼的一声气彩烟花绽放在窗外 在喧烂烟火的映照下 布雷克瞳孔静静 开心地点头嗡了一声 两人心意相通 一同欣赏着帝国最盛大的烟花秀 布雷克听着安什雅美丽的侧脸出了神 他的心脏也随着烟花的绽放加速跳动 在这浪漫气氛的烘托下 布雷克十分大胆 在安什雅脸颊上亲了一口 纯情小兔子连耳根都红了 安什雅难以置信地眨眨眼 下一秒 布雷克捂着帐红的脸蹲在地上 他小声嘟囔了一句 因为声音太小 安什雅没有听清 你说什么 布雷克鼓足勇气抬起头 看着安什雅的眼睛告白 我爱你 安什雅 虽然已经是夫妻 但这还是安什雅第一次听布雷克如此直接地告白 他的心仿佛被丘比特之建设中 红着脸微笑着回应 我也爱你 能遇见你 我觉得很幸福 下一秒 布雷克捧着安什雅的脸声亲吻了下去 一个缠绵纤绵的吻结束后 两人相拥在一起 安什雅此刻非常庆幸 他能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这时来到了这里 自己才遇到了布雷克 就凭这一件事就足够了 布雷克在帝国最美的樱花 绣下对安什雅神情一吻 那天晚上 两人手牵手进入了梦乡 安什雅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他梦见自己和布雷克在一起 走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 布雷克在月光的映照下 黑色的头发随风飘扬 高挺的鼻梁 风利而流畅的下颗线 还有望向自己的温柔眼眸 仿佛都在告诉他 诅咒解除后的布雷克 长成了一个大帅哥 在梦里 成年后的布雷克 拖起安什雅的脸 男人让安什雅看着他的眼睛 安什雅在梦中 小脸已经红成了番茄 两人下暧昧的月光 安什雅再次深情永稳 从梦中醒来后 安什雅的眼泪止不住的流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 睡在身旁的布雷克 听到动静同时醒了过来 伸出热乎乎的小手 帮老婆大人擦拭眼泪 安什雅笑着解释 他没有哭 是他把布雷克吵醒了 话还没有说完 安什雅似乎发现了 什么瞪大了眼睛 他绷着布雷克的脸 左看右看 确认自己没有眼花 安什雅惊喜地大喊 布雷克 诅咒解除了 布雷克有些难以置信 听着自己曾经 布满黑色纹路的手臂 这条手臂如今 肩膀与放声大哭 安什雅 我的诅咒解除了 突如其来的喜悦 让布雷克的内心百感娇急 这么多年的委屈 在这一刻喷勇而出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安什雅 我可以一直活下去了 这还是安什雅 第一次见布雷克哭得像个孩子 小小年纪的他一直以来 都装作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这该有多辛苦啊 清晨的阳光照进房间 小夫妻俩抱在一起互相安慰 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 一直一直在一起 这边皇帝站在正屋处 批裂走折 大臣柯林急匆匆赶进来 声称有钥匙禀告 皇帝很纳闷 一大早都能有什么事 柯林亲了心嗓子大声汇报 皇太子殿下的诅咒为一样 消失了 布雷克的诅咒终于被解除 而解除诅咒的钥匙 就是于安什雅的甜蜜声吻 大臣柯林得到消息后 立刻禀告皇帝 皇帝放下手中的公务 马不停蹄来到皇太子宫 他捧着宝贝儿子 光洁如新的脸蛋难以置信 粗粥真的解除了 真的解除了 因为用力过猛 皇帝把布雷克的脸都捏变形了 布雷克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断断续续的话 解除了 安什雅本我解除的 松以陛下 您的手 皇帝一把将布雷克抱进怀里感叹 太好了 他的大手捂在布雷克的后脑勺上 压得布雷克喘不过气 意识到自己激动过头 让宝贝儿子呼吸困难 皇帝这才松开了手道歉 站在一旁的安什雅 望着这温馨的一幕 无比感动 看来皇帝也是个好父亲 这样真好 惊喜之余 皇帝扭过头 喊了一身安什雅的名字 他请问安什雅的手腕 感谢道 是你解除了布雷克的诅咒 谢谢你 真的很感谢 安什雅红着脸轻笑 您不用客气 我也没做什么 此时布雷克也过来 牵住安什雅的手强调 笔下说的对 是你解除了我的诅咒 他再次郑重地感谢夫人 安什雅 谢谢你 解除诅咒后的布雷克 小手无比温暖 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冰冷 他手掌的温度 仿佛在告诉安什雅 这一切都不是梦 房间里三人手牵手 见阳光的沐浴 下其了融融 安什雅真心祈祷 这份幸福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吹边理查德会入监狱看守 偷偷溜进暗牢 卡歇尔公爵看见理查德并不高兴 反而抓住他的衣角骂道 这都是因为你 你应该拦着弗兰克 不让他喝酒才是 理查德能笑一声敷衍地回答 很抱歉 我没想到熊掌会如此不分场合 其实皇宫舞会的骚乱 都是理查德的计划 弗兰克一直沉浸于赌博和为竞品 而理查德那天的任务 就是阻拦弗兰克喝酒 并准时带他参加舞会 但是那天 理查德故意让弗兰克喝了很多酒 这时他醉醺醺地参加了舞会 他计划着等弗兰克制造骚乱 自寻死路之时 就将安什雅救下博取他的欢心 原本一切竟在掌握之中 就连他甩开侯爵家小姐的时候都很完美 但坦斯泰文皇帝的出现 将理查德的计划彻底打乱 理查德原本完美的计划 被皇帝的突然出现打乱 再加上愚蠢的卡西尔公爵助攻 导致整个家族犯下滔天大罪 见父亲还在担忧兄长 理查德直接分析起了现在的局面 卡西尔公爵受到了涉嫌叛国罪的调查 意味着皇帝向公爵家宣战了 从现在起 皇帝应该会追查卡西尔公爵 犯下的所有罪行 卡西尔公爵曾密谋案杀过坦斯泰文皇帝 他想等布雷克受到诅咒 社交Z威斯震动之时 届是杀掉皇帝谋选篡位 但皇帝很快控制住了事态的发展 导致公爵的计划泡汤 理查德在按牢与重体死事 卡西尔公爵疑惑的大吼 那些事反正都没有证据 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是你负责销毁证据的吗 理查德向父亲解释 虽然证据都被销毁 但还有证人存在 那就是正在东部监狱 受审的弗兰克兄长 理查德本想有岛父亲 立刻与兄长划清界线 以免被波及 只要现在把所有罪责都推给兄长 父亲就可以平安出狱了 没想到下一秒 卡西尔公爵使出全身力 写删了理查德一个耳光 理查德捂着出鞋的嘴唇低下头 公爵勃然大怒 大骂理查德是个亡人负义的家伙 若弗兰克真的生出险境 理查德就算搭上性命 也该把他救出来 那些无言辉语 在理查德耳边回荡 难道你忘了我 为什么会留下你这个贱种吗 就是为了让你辅佐弗兰克 卡西尔光爵甚至放出狠话 现理查德一天之内想出办法 把自己和弗兰克救出去 不然就把他救出家门 理查德的忍耐已经到了极致 还带上斗篷转身离开 心中生出一个邪恶的念头 要不把他们都给杀了 皇太子宫内 安世雅只勾勾盯着布雷克 布雷克还以为 自己的诅咒纹路又长出来了 没想到安世雅只是花痴地表示 我的丈夫真的太好看了 解除诅咒后的布雷克 脸上没有了可怕的黑色纹路 他那光洁如新的小脸蛋 让安世雅越看越喜欢 甚至叮着小丈夫的声势美颜流口水 然而害羞的布雷克 每次都很不好意思 安世雅被小丈夫羞涩的表情 逗得哈哈打笑 真的好可爱 布雷克嘴上说着害羞 手上却已经捧起了安世雅的胳膊 放在自己的脸上蹭蹭 这样轻易地举动 叼得安世雅心跳加速 让他一度怀疑自己的丈夫 有点腐黑 布雷克像小兔子一样 扑进安世雅的怀里撒娇 看着小丈夫纯真的笑脸 安世雅立刻打笑了那个念头 不会的 这么单纯的布雷克 怎么可能是腐黑呢 十天之后 皇宫举办了一场 庆祝皇太子解除诅咒的舞会 安世雅带着小丈夫 来到紫爵家的服装店定制礼服 有着一头红发的紫爵夫人 破天荒的向皇太子行礼问安 派遣尊贵的皇太子殿下 皇太子妃殿下 安世雅看见紫爵夫人 身边牵着的小女孩 头顶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随即紫爵夫人笑容灿亮的 向两人介绍 这个同样有着红色头发 夹着俏皮双八尾的女孩 是她的女儿沙龙 紫爵催促着女儿向两人行礼 同时又有所指的说 沙龙听说皇太子殿下的诅咒解除了 一定要过来祝贺 我就把她带来了 安世雅尴尬的笑了笑 紫爵夫人多次给自己制作礼服 却从来没有待她的女儿出现过 这次听说布雷克解除诅咒 不知道又在打什么主意 美颜色的紫爵夫人 将女儿推到布雷克面前介绍 我们沙龙比皇太子殿下小一岁 殿下 您还是第一次见到 比自己小的女孩子吧 皇太子妃殿下比您年纪大一些吧 这话听得站在一旁的安世雅很不爽 她是在嘲笑自己比布雷克年纪大吗 年幼的小沙龙 十分轻易地抓住布雷克的手腕 微笑着祝贺 殿下 祝贺你 大家都说你是怪物 也不该当着人家的面说别人是怪物吧 没等安世雅说完 布雷克直接甩开了沙龙的手 她冷着一张俊脸眉头紧锁 历生质问这个不懂礼貌的小丫头 是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随便碰我 沙龙被布雷克的态度吓哭了 紫爵夫人尴尬地向皇太子殿下道歉 这孩子只是太纯真了 所以一时失言 沙龙也哽咽着解释 她只是因为很崇拜殿下 很喜欢殿下才会这么说的 没想到布雷克直接戳穿了母女俩的虚伪面具 你是在向有妇之夫告白吗 没有家旧的家伙 滚开 我不想再看见你 皇太子布雷克堪称难得般典范 面对别有用心的子爵夫人 她直接了当地问道 你们是在向一个有妇之夫是好吗 布雷克霸气地让两人滚远点 被拒绝的沙龙哭着离开 安世雅则被布雷克刚才的表现吓坏了 她还是第一次见自己的小丈夫 发这么大的火 看着云怒未消的布雷克 安世雅小心翼翼地问 布雷克你生气了 小布雷克盯着沙龙离开的方向咬牙切齿 他们竟敢无视安世雅 他已经再也不想见到那对母女了 感受到被自己的小丈夫如此重视 安世雅握着布雷克的手微笑着道歉 谢谢你 替我出了气 布雷克还在为此事纷纷不平 安世雅更加用力地握住布雷克的手腕位 他没想到自己的小丈夫 没有为别人说他是怪物生气 反而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自己发火 他笑着将布雷克抱在怀里调笑道 你现在就开始这样可怎么办 往后喜欢殿下的女孩子都得排队了 布雷克不为所动 坚定地表示 他才不要 他只要有安世雅就够了 安世雅还在逗他 真的吗 比我漂亮的女孩子可躲着呢 布雷克紧紧抱住安世雅 在他心里 安世雅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那个 被小丈夫可爱的样子逗笑 安世雅笑着说道 那你可不许反悔 突然安世雅脑中闪过一个淒厉的喊叫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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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猛地扭过头环顾四周 这里并没有人 布雷克也没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 安世雅扶着额头 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 布雷克紧张地盯着他看 然而安世雅没有多想 牵着布雷克离开了这家服装店 等过几天 他会联系新的服装店的 这边理查德还在默默筹划 如何谋全篡位 只要杀了坦斯泰温皇帝 再趁乱除掉布雷克 那下一任皇帝 就很可能是他 坦斯泰温皇帝最大的弱点就是布雷克 只要听到有关解除诅咒的方法 他一定会动摇 理查德决定散播假消息 引皇帝上钩 他吩咐手下尽快去街头传播 就说出现了一位 很会施展黑魔法的人 能解开女神的诅咒 要让整个帝国的人都知道这个消息 突然理查德办公室大门 被人咣当一声打开 手下慌忙汇报 少爷出大事了 听说皇太子的诅咒解除了 这句话让理查德如草雷击 难以置信的张大嘴巴反问 什么 手下解释道 皇宫附近的线人传话过来说 皇太子的诅咒解除了 现在整个皇宫都在庆祝 理查德拉开窗帘 看到窗外将整个釜底封锁的皇宫第二骑士团 他咬牙切齿用力捶起窗台 心中怒骂 富兰科那个傻子 竟然不到一天 就把所有事情都抖出来了